他穿书只为欺负男主 然而一次次的任务失败 却让男主误会他每次都在暗中帮助自己 从此他成了男主心中唯一一道光 第一个任务 射穿男主右肩 他按照系统提示朝着目标人物射去 一位少年成功被射中肩膀 就在他暗自庆幸任务圆满完成时 系统却告诉他射错了人 他一整个压麻呆住了 那群人这时也发现了他 凤鱼飞 竟然是你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伤我四皇兄 他凤鱼飞 本是一位历史学博士 在一次考古活动中不幸牺牲 醒来发现自己穿到了一本大男主爽文小说里 成为一名十四岁的相子敌你 男主萧许是锦帝醉酒后与宫女所生 身份低微 他的任务就是使劲欺负男主 从而激发他的斗志从侧面帮他登上皇位 四皇子咬牙切齿 凤鱼飞 你不是一向看不惯萧许这个小杂主 今日为什么帮他 凤鱼飞很尴尬 他记得自己是按照系统提示朝着男主射 男主突然反抗推倒了四皇子 自己站了起来 被坑了的凤鱼飞案叫大事不妙 刺杀皇子可是大罪 凤儿 你在干什么 这一幕刚好被他的丞相老爹和皇帝看到 这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他磕磕巴巴地说着 如果我说 我只是设外了 皇帝一脸严肃 朕没记错的话 凤家的闺女三岁学骑射 八岁百步穿羊 这十步都给你设外了 这怎么可能 眼见此路不通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皇帝 皇帝冷汗 转头问他老爹 凤爱卿 谋害皇子 这是该怎么处置 凤鱼飞深吸一口气 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没错 臣女就是故意的 臣女就是看不过去 皇上命令皇子公主们在此处学习受令 可四皇子让三皇子趴在地上学狗叫 还对他拳打脚踢 臣女气得手抖 才一时脑子放魂 皇帝听言眼神一沉 幸有这种事 四皇子小小年纪心长竟如此歹毒 这次就当吃个教训 所以皇帝只是罚了凤鱼飞超十遍佛经 临走前 丞相老爹那眼神仿佛要把他射穿了一半 好在小命保住了 这时萧续走到他面前 凤鱼飞不耐烦地问他干什么 萧续一脸傲娇 不要以为你帮了我 我就会感激你 凤鱼飞无语 谁特没要你感激 我要你恨我呀 他站起身说 我不是为了帮你 你不要自作多情 萧续皱眉 那你刚刚是在欺骗父皇吗 这不是妥妥的欺君之罪 凤鱼飞好气 好家伙 搁着给我挖坑呢 他逼近萧续 我就算是帮了你 你还能报道我不成 见他就这么承认了 萧续反倒不好意思了 他问凤鱼飞想要什么 凤鱼飞猛了 他就这么随口一说咋还当真了吗 为了维持自己恶毒女配的角色 他用凶巴巴的语气指着萧续 都是因为你 皇上才会罚我抄佛经 所以那十遍佛经就由你给我抄吧 少年刚想说些什么 凤鱼飞又补了句 反正平常爹爹也总罚我抄佛经 你再给我抄个百来便以备不时之虚 没意见吧 萧续气得脸色发青 你做梦 不等他说完就转身离开 凤鱼飞插着腰 不是你自己问我要什么的 怎么还反悔呢 系统在一旁默默给凤鱼飞点个赞 很好 仇恨度拉回来 只因他是换一局毙女生的皇子 就每天遭到其他皇子的殴党和谩骂 他刚被四皇子欺负的满身是伤 又遭到大皇子围堵 大皇子是来替四皇子报仇的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萧续 不要以为棒上信奉的正能安然无恙 还敢害我们四弟受伤 他上前狠狠地推倒萧续 小杂种 你和你娘一样 永远都是见不得光的狗奴才 兄长说得对 我们身份尊贵 怎能与畜生计较 小畜生 你学两声狗叫 我们今日就放过你如虎 萧续趴在地上死死地咬着牙就是不开口 而他的沉默换来的就是周围人的拳打脚踢 叫啊 不肯叫 那就打到你叫为止 可萧续就这样咬牙忍受 没说出半句囚牢的话 凤于飞坐上马车回府的时候 正好路过看到挨打的萧续 他眼神颤了颤 眼底闪过复杂的同情 撩着车帘看了很久 他们怎么能这样的 简直 一旁丫环红秀都觉得看不下去 猛然想起自家小姐最讨厌三皇子 顿时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 凤于飞听了没有生气 他从怀里掏出一瓶 要让红秀悄悄丢给萧续 不要跟别人说是他送的 红秀结果要有点害怕 小姐给三皇子送的 不会是披霜吧 傍晚换一局内 三皇子生奴彩玉见他又被欺负 又是给他来了一巴掌 没用的废物 生来被青天坚定为不祥 长大了也讨不了你父皇欢心 你要拖累死我吗 面对母亲的咒骂萧续垂眸不说话 宫女彩鱼骂骂咧地转身离开 脏成这样还不去洗 等着老娘伺候你呢 萧续默默回吴打开抽屉 那女人要一百遍佛经 可我连一百张宣纸也没有 她攥着手上为数不多的宣纸 就连这些 都是帮一些宫女太监干活才换回来 但我也不想欠她 在她正准备拿笔时 发现抽屉多了一瓶金创药 萧续内心很是疑惑 回到相府的凤鱼飞 因为她误伤四皇子 被丞相老爹罚不准吃饭 系统问她有没有反思 自己为什么任务会失败 凤鱼飞无语 她又不认识男主 她按照系统提示来设地上的人 认错人这难道不是系统的锅吗 就这样她跟系统进行一波友好的问候 系统自知理亏 于是把所有人的样貌全都输入她的脑海 三天后执行第二个任务 闯进换衣局 砸烂萧续的住所 包括她最珍贵的东西 让她更加恨你 凤鱼飞信心满满 设人可以设错 砸东西总不能砸歪板 这次我一定能成功 三天后凤鱼飞拿着皇帝的特许令 找到了萧许的住处 一进门就开始鱼通乱砸 眼见之处皆未能信任 她转头问系统 我好累 你能直说她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吗 系统告诉她是书 像她这样的大男主 必定千方百计读书 才能在未来一盏红土尾印 凤鱼飞一阵翻箱倒柜都没看到什么书 终于在枕头下面发现了几本书 她翻开一看 孙公子与我的二三世 陈侍郎强势所爱的那些年 系统沉没了 此时门外传来叫骂声 哪个杀千刀的 把老娘的屋子弄成这个鬼样子 只见采鱼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后面还跟着萧许 一进门两人都震惊了 一见来人采鱼的怒气顿时消了下去 凤鱼 凤小姐 您怎么在这里 凤鱼飞一心惦记着任务 她撕掉手上的书 蠢祸 本小姐就是看你们不顺眼 想砸你们的东西 有意见吗 采鱼也不知道哪里惹到她 只能善笑着说没意见 凤鱼飞走到萧许面前 看着本小姐将你的心爱之物撕碎 也没意见吗 采鱼一副肉痛的表情 没意见 凤鱼飞捏起沙包大的拳头 谁问你了 本小姐问的是你儿子 她低头看着萧许 将碎片抛向空中 满意了吗 萧许沉默了一会儿 满意 采鱼蹲在地上欲哭无泪 我的陈侍郎 还有我最爱的逍遥王 系统满头问号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她身为恶毒女配 只为欺负男主而存在 就在她以为 已经撕掉男主最真爱的书时 周围吃瓜群众 发出一阵惊呼 凤小姐这是在为三皇子出气 采鱼天天打骂儿子 还让她洗衣服干活 凤小姐一上来 就砸了采鱼的东西 还撕了她最喜欢的书 这明显就是护着三皇子 听着吓人们你一嘴我一嘴 直接把凤鱼飞给整吴鱼 她看向一盘无动于衷的消息 何哭得伤心欲绝的采鱼 那你所谓的消许最珍贵的东西呢 把系统给整得 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采鱼听着下人们说 凤大小姐是在围布消许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 她鸡一声跪倒在凤鱼飞面前 凤大小姐 奴婢不知您和消许有这缘分 以后保证再也不敢对她动手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过奴婢这一次吧 凤鱼飞指着那群吃瓜群众怒骂 谁说我是来给她出气的 我是想砸了她住的地方 让她风餐露宿 气死她折磨她 消许阴沉着脸目不作声 吃瓜群众不嫌事大 你们看 凤大小姐竟然也会不好意思 这叫傲娇 你懂什么呀 凤鱼飞气炸了 傲娇 我傲娇你妹妹 你们敢不敢说话再大声一点 她故意装作很凶的样子 消许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人 你们再敢胡说八道 本小姐撕烂你们的嘴 见消许在盯着自己 看什么看 我才不是为了你 消许神色复杂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凤鱼飞一下被噎住 突然就有了办法 三皇子殿下 其实我从小就很看好你 觉得你前途不可限量 我特别想与你交好 你愿意吗 消许想也不想就回答 不愿意 看着消许离开 凤鱼飞长呼一口气 还好我反其道而行之 让这小子远离我 不过你好歹拒绝的时候 犹豫一下吧 正打算离开 却见消许在一旁的草丛摸索 凤鱼飞纳闷 她不会饿到要吃草了吧 见她翻出一叠书纸 消许走到她面前 将手中的书纸递给她 凤鱼飞一论 是什么呀 消许不自在地撇头 你自己不会看 只见纸张上 都是抄写得 整整齐齐的佛经 凤鱼飞有点惊讶 消许天天被她生母折磨 竟然还能准备 三十几遍佛经 她是怎么做到的 消许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 她转过身 还是一脸傲娇 我不欠你的吧 怎么感觉男主 对她还挺好的呢 凤鱼飞心情复杂 大男主都是会知恩图报的 不过为了符合自己 恶毒女配的特性 她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上次欠我的是还清了 那今日的呢 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 我其实是来折磨你的 她将手里的书和纸全扔在地上 抬脚这时镜头 这种破书有什么好看的 消许神色一边 凤鱼飞 你干什么 凤鱼飞一边踩一边指着她骂 没出息的东西 再看一百电影 也照样是个飞舞皇子 这辈子都只配待在 换一局这种破地方 消许整个脸都缠了下来 恶狠狠地盯着凤鱼飞 凤鱼飞一看 成了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宫女的议论声 凤大小姐真是傲娇啊 前几日让人拿了最好的金疮药 来给三皇子治伤 还不准传扬出去吗 她对三皇子真上心呢 听到宫女们的反向助攻 凤鱼飞简直欲哭无泪 宁宁她是来欺负男主的 却被所有人误会她在保护男主 男主消许显然也相信了 她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凤鱼飞麻了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萧许正想说些什么 凤鱼飞让她闭嘴 随后哭着跑走了 这个世界对我太残忍了 萧许看她跑得飞快 小嘴抿成一条直线 包之百病金疮药 原来是她送的吗 也是 除了她 整个皇宫从来没人 对我展示过一丝善意 又有谁会把那么贵重的药 用在我身上 她捡起地上的书 她说不该看这种东西吗 没错 在知晓李一廉耻又如何 她阴着脸 狠狠捏掉手里的书 这种东西即使在看一百遍 我也照样是个废物皇子 这辈子都只配待在 换一句这种破地方 扔掉书之后 仿佛打定了主意 凤鱼飞气喘吁吁地跑出皇宫 人家小说里的男女主 都是各种误会后 深深恨着对方 怎么轮到我所有的恶毒 都被误解成善良美好的纯真 系统在这时 也对她进行了一波温馨提示 宿主 你的任务又失败了 据凤鱼飞了解 系统惩罚人的时候 那种电流过变全身的感觉是要命的 虽然送药是我不对 但是也不能全怪我吧 系统插腰静静听她狡辩 凤鱼飞直接破罐子破摔 系统这次你也没认出男主的东西 要嘎大家一起嘎 我要是任务失败 你肯定也会受到惩罚 系统听完直接炸毛 但偏偏无法反驳 她尴尬转头 这次就先不追究你责任了 凤鱼飞松口气 看来恶人先告状还是有用的 傍晚 丞相府内 佛经之后脸色却越来越沉 胡闹 你当本相是瞎还是什么 就你平日那狗爬都不如的破字 能写出这么俊秀沉稳的小凯 面对这样的女儿她很是头疼 想我三岁认字 十岁熟读天下文书 十八岁就成了天才壮严狼 可偏偏生了个骑射在行 读书要命的女儿 真是随了她娘 她郑重告诫女儿 你平日找人代笔 骗骗自己爹就算了 如今这个事要交给皇上的 你就不怕被这个弃君之罪 凤鱼飞当然不承认 爹 这真的是女儿亲笔所洗 不信女儿再给您写一遍就是 丞相老爹半信半疑 于是凤鱼飞直接给她现场抄了一张 丞相老爹一对补 还真是一样 她有点不敢相信自家女儿 什么时候自这么好 凤鱼飞说她其实偷偷练习 是为了给爹一个惊喜 事实上她干过修复古籍的考古博士 模仿萧许这种事简直是洒洒水 丞相老爹感动到痛哭流涕 不错 真不错 我的凤儿长大了 懂事了 爹爹深感欣慰 凤鱼飞趁着丞相老爹这么高兴 借机说想去别院看看祖母 丞相老爹一惊 想到自家女儿跟祖母视如水火 他问女儿怎么突然想到去探望他老人家 凤鱼飞说是自己以前不懂事伤了祖母的心 一直住在别院也不好 但其实他是为了任务才去的 他一脸诚恳 女儿一定会好好说服祖母 让他老人家搬回来住 已经笑道 绝不会再惹他生气 丞相老爹觉得女儿越来越懂事了 于是就答应了想 老太太腿瘸 却遭到自己的孙女大肆辱骂 老不休的东西 拖着个瘸腿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还不滚回自己房里去好好待着 老太太年轻时坠马导致腿瘸 那可是她一辈子的心病 来吧 来骂我吧 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忍区 能让凤鱼飞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还有这么变态的心灵 是因为她接到一个恶毒女配的剧本 眼前任务就是把老太太气晕 然后让女主奉嫣人 再回程相府让父亲请大夫的路上 偶遇男主消息 就在刚刚凤鱼飞到了别院之后 她鬼鬼祟祟的盯上了院里的一只大黑狗 为了保证这次任务不会失败 她跟系统再次确认 系统 我只要假装独打老太太的爱去 再猛戳老太太的痛处就可以了 系统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没错 机械准备好了吗 确定之后凤鱼飞菜叶子一丢 没问题 她跑到大黑狗面前撸起袖子 大黑狗狠狠地叫了一声 凤鱼飞捏起拳头 哒哒哒哒直朝着大黑狗奔去 她一把按住她的狗头 狗胸 配合摸点鸡血而已 不要怕呀 大黑狗无力反抗 只能发出一阵哀嚎 此时远处传来老太太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凤鱼飞揪着狗头语气轻挑 我干什么了 老太太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就这样 你不说话我不说话 沉默半晌之后 凤鱼飞急了 老太太怎么还不说话 快来骂我 没办法 她只能率先开口 这该死的畜生 玷污了本小姐的眼 本小姐打她一顿又怎么了 我不仅要打她 我还要打死她呢 老太太神色不变 沉默了许久之后 堂堂成相府大小姐 坐在地上 与狗扭做一团 像什么样子 还不快起来 这种事交给下人去办即可 凤鱼飞剑她还不生气 回对道 老太婆 我扭做一团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该不会是自己跛脚 就嫉妒我可以肆意弹跳 她站起身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老不休的东西 自己腿瘸了在这丢人现眼 还不滚回屋里待着 妈这么狠总能骂我了吧 来吧 骂我吧 没想到这时女主凤鱼然却冒了出来 姐姐怎么能这样和祖母说话 凤鱼飞也是毫不客气 本小姐怎么说话 轮得到你这个小贱人来智慧 凤鱼然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一副小可怜样 咬着牙一脸绝强 凤鱼飞不禁感叹 不愧是女主啊 连我这个恶女都觉得自己太混账 这下祖母怎么着 也得给我来一棍了吧 没想到老太太神色平静 只是让凤鱼然扶她进屋 祖母 凤鱼然一脸的不可思议 同时呆住的还有凤鱼飞 见凤鱼然呆愣在原地 罢了 老生自己走 你找个人把这畜生扔出去 然后让厨房多做几个菜 留她吃个饭 凤鱼飞晕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老太太不按常理出牌啊 系统简直要抱走了 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 我竟然见怪不怪了 她看看怀里的大黑狗 你不是老太太的小宝贝吗 她为什么不爱你了 这时凤鱼然抱着一只小黑狗走 小宝贝 姐姐 这才是祖母的宝贝小黑 你怀里的那只是隔壁的恶菌 平时老是欺负小黑 还踩她祖母的菜园子 老太太可讨厌她了 凤鱼飞麻了 难怪老太太不骂我 她肯定以为我在帮她赶走恶菌 系统也明白过来 可能老太太是觉得 你在用激将法鼓励她振作起来 系统很尴尬 这是狗不是人 而且小说里也没说是大狗还是小狗啊 那现在怎么办 欺晕老太太不成功 这次的任务莫不是又要失败 恶毒女配为了撮合男女主第一次见面 绑架了自己的女主妹妹 马车上 被绑架的凤鱼然阴阴阴了一路 凤鱼飞忍无可忍 还哭 凤鱼然被吼得一下子呆住 随后哭得更大声了 阴阴阴爹就无 凤鱼飞直接塞住她嘴 她颠着手里的木棍威胁道 凤鱼然 你要是乖乖听话 我就不打你了 否则 啪的一声 木棍直接掰断 我的好妹妹要不要听姐姐的话 凤鱼然害怕的疯狂点头 见她同意 凤鱼飞给她解开绳子 她让凤鱼然等会儿下车去救一个小男孩 凤鱼然无奈答应 凤鱼飞捏捏她的小脸 保证只要凤鱼然把这次的事办好 今后再也不欺负她 到了任务地点之后 她放凤鱼然下车 以为凤鱼飞那个女魔头在手 于是她敲鸣里跑到墙角观望 还好 凤鱼飞没跑 这时身后传来砰的一声 她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晕倒在地上 凤鱼然很震惊 这就是凤鱼飞刚刚吩咐她的 说巷子里会出现一位受伤的少年 并恶毒女配为了撮合男女主第一次见面 绑架了自己的女主妹妹 马车上 被绑架的凤鱼然阴阴阴阴了一路 凤鱼飞忍无可忍 还哭 凤鱼然被吼得一下子呆住 随后哭得更大声了 咽咽咽 跌跌就舞 凤鱼飞直接塞住她嘴 她颠着手里的木棍威胁道 凤鱼然 你要是乖乖听话 我就不打你了 否则 啪的一声 木棍直接掰断 我的好妹妹要不要听姐姐的话 凤鱼然害怕得疯狂点头 见她同意 凤鱼飞给她解开绳子 她让凤鱼然等会下车去救一个小男孩 凤鱼然无奈答应 凤鱼飞捏捏她的小脸 保证只要凤鱼然把这次的事办好 今后再也不欺负她 到了任务地点之后 她放凤鱼然下车 凤鱼然看着远去的马车 内心很忐忑 她按照凤鱼飞指示来到小巷里 但是她在巷子内等了许久 却没有看到她 以为凤鱼飞那个女魔头在手 于是她敲鸣里跑到墙角观望 还好 凤鱼飞没跑 这时身后传来砰的一声 她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 晕倒在地上 凤鱼然很震惊 这就是凤鱼飞刚刚吩咐她的 说巷子里会出现一位受伤的少年 并命令必须救她 想想那女魔头的嘴里 凤鱼然撞着胆子上前推推少年 你还好吗 刚想说话 一只手就快速起来 只见萧雪骤然起身掐住了凤鱼然的脖子 目光凶狠 问凤鱼然是谁 凤鱼然被掐得胀红了脸 谎称自己只是路过 恰巧碰到受伤的萧雪就过来看看 萧雪迷眼细细打凉 见凤鱼然打扮富贵 一看就是千金小姐 莫不是跟那群杀手失一伙 一想到这她目光透露着浓浓的杀意 手中力道也不由地加紧 凤鱼然见她不相信自己 而且她也不想死 于是她直接交代了 是姐姐让我来遮救你的 你别杀我 萧雪皱眉 姐姐 凤鱼然大喊 是凤鱼飞 是她让我来救你的 萧雪这才松开了手 凤鱼飞 她内心震惊 眼神复杂 而另外一边 在车里突然被点到名字的凤鱼飞 简直气炸 凤鱼然这什么破女主 胆子也太小了吧 受到一点惊吓就什么事都往外说 她气得直脑头 自己明明教的是祖母晕倒跑回相府求大夫 这女主怎么不按套路数牌啊 系统表示这次也不能怪凤鱼飞 但是目前四皇子的母妃派来的杀手还在附近 反正萧雪也知道是你 还是把她带回相府治疗吧 事到如今 凤鱼飞也只能亲自出面了 她来到两人面前 见萧雪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凤鱼飞语气凶狠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 萧雪终于开口 怎么又是你 凤鱼飞没有回答 你以为我愿意啊 她冷哼一声语气傲慢 并说杀手是自己派来的 但是刺杀皇子罪过太大 所以才勉强来救一下她 凤鱼然委屈巴巴刚想开口 凤鱼飞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她闭嘴 心想我这也算勉强完成任务了 姐姐我不会赶车 凤鱼飞想着促进一下男女主的感情 于是她让凤鱼然上车 她自己来赶马 见马车跑得飞快 系统风中凌乱问凤鱼飞 诉主你到底在兴奋什么 凤鱼飞说这是在给他俩创造机会 他们自带主角光环 单独相处的时候难道不会一见钟情吗 系统指着车里表示 就你这么帅 他们在车里一句话也说不成啊 凤鱼飞听严厉马停车 看到车里的俩人已经被晃得七婚八素 凤鱼飞无语 凤鱼燕燃也太弱了 这么点路就晕成这样 错过了跟男主拉近关系的机会 恶毒女配绑架了自己的女主妹妹 使男女主完成第一次相遇 并成功把受伤的男主带回了家 萧雪醒来之后就一直盯着凤鱼飞 沉默许久之后萧雪终于开口 你过来点 凤鱼飞看她一眼并不想动她 有事 见她不动 萧雪捂着伤口艰难坐起身 凤鱼飞坐不住了 你折腾什么 萧雪见她一副很关心自己的样子 她仰头一脸认真 我想说 谢谢你 凤鱼飞小脸一红 随后萧雪说她知道杀手不是她派来的 是四皇子生母连飞 凤鱼飞仔细一想 上次自己误伤了四皇子 连飞不敢对她怎么样 于是就对萧雪动手 说到底还是自己连累了她 虽说心存内疚 但不能让萧雪知道真相 凤鱼飞承认杀手不是自己派来的 但是这件事她也知道 所以才会提前在那蹲顶 萧雪皱眉 所以你知道有人要杀我 故意在那等着看戏 她抿紧嘴唇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又为什么来救我 凤鱼飞摆出一副恶女的样子 说只是想看看类似于杂戏般那般 戏耍一只猴子 但是又不会把她弄死的样子 萧雪听了满眼的震惊 很是受伤 下一秒凤鱼飞手腕被一把抓住 只见萧雪一脸坚定 目光倔强又偏执 不 我不信 你每次都喜欢说这些伤人的话 可你每次做的事都是在帮我 如果真的只是想看戏 那为什么让你妹妹来救我 甚至还亲自为我赶车 很显然萧雪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虽不知为何 但你好像很怕我知道你在帮我 对不对 少年的眼中隐隐透着一丝希望和气派 凤鱼飞暗自感叹男主太聪明了 这都被她看出来了 但可惜自己还是不能对她太善良 于是她开启了她的恶女发言 呦 这都被你发现了 虽然我很想看戏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一个换一鞠躬女生的皇子 就算是你的名字跟我一起被提到 也是对我的亵渎 萧雪听了一脸的不敢相信 凤鱼飞又博了句 其实上次在猎场我是打算射你的 不小心射到了四皇子身上 你父皇不相信 为了保命才随便扯了个理由说是帮你 希望你不要自作多情 萧雪沉着脸默不作声 凤鱼飞说爸准备离开 临走前看了眼萧雪 内心很愧疚 自己也不想伤害她 但这是自己的任务 而萧雪就这样呆呆地坐在床上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自作多情 第一次对人敞开心扉 然而自己心却被扔在地上狠狠见她 深夜 凤鱼飞独自坐在院外吹着夜风 系统见她这样子 问她是不是在伤心 凤鱼飞垂谋 倒也不是伤心 只是有些无奈 命运为什么对她如此残忍 系统安慰她 没办法剧情就是这样 如果我说她以后会杀光欺负她的人 这样说你会开心点吗 身为头号恶女的她 听了嘴角抽搐 凤儿 这时丞相老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丞相老爹走到她面前说要找她商量一件事 就是想把三皇子留在府里住一段时间 凤鱼飞一整个震惊 她问老爹为什么 丞相老爹说 这次三皇子遭遇刺杀 说到底还是因为凤鱼飞而起 如果当初她没有多管闲事 她最多就是被打骂一顿 如今她的性命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也应该对她负责 这话说的竟让凤鱼飞一时间无法反驳 可是爹 就算她不受宠 但怎么的也是一个皇子啊 怎么能住在臣子家里呢 丞相老爹说已经得到了皇上的授予 本来还在犹豫 没想到今天刚好被凤鱼飞救下 她摸摸女儿的头很是新闻 既然你对三皇子这么上心 以后就由你照顾她 凤鱼飞满头问号 她什么时候对她上心了 她硬是挤出一抹笑 既然是商量 那我能拒绝吗 不能 凤鱼飞无语 那你商量个鬼啊 她穿成恶毒女配 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虽每次都出言辱骂伤害男主 内心却很同情这个悲惨的少女 今日丞相老爹说 三皇子受伤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要把她留在府里养伤 并让凤鱼飞好好照顾她 凤鱼飞刚想拒绝 这时身后传来少年虚弱的声音 那我能拒绝吗 萧许不知何时已经走到门口 凤鱼飞一脸担忧 问她为什么不愿意 只见萧许直勾勾的盯着凤鱼飞 凤鱼飞顿感大势不妙 只见少年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凤大小姐说过不愿与我扯上任何关系 哪怕我的名字跟她一起被提及都觉得耻辱 我不想给凤大小姐添麻烦 凤鱼飞听严晨的脸质问凤鱼飞这话是不是她说的 凤鱼飞慌忙否认说她没有 凤鱼飞知道自家女儿的德行 她只能帮女儿解释说这可能是个误会 希望三殿下不要放在心上 萧许还是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这些日子 我也很感恩凤大小姐照顾我的这份恩情 但若是她不同意 我也不会答应她 除非你们把我绑起来 凤鱼飞越听脸色越沉 这小子竟然故意卖彩 她彻底怒了 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萧许 你不要不识好歹 萧许嘴角越发上扬 不过还是一副小可怜样 那凤大小姐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凤鱼飞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本以为这货只是话少英识 不喜欢与人亲近 性格孤僻 没想到她居然如此负荷有心机 还跟丞相老爹道状 她咬牙挤出一句 我说希望 你就会留下来吗 萧许认真的点了点头 当然 我都听你的 她忍住想刀人的心 好 那你留下呀 萧许皱着没沉默了 凤鱼飞耐着性子问她又怎么了 只见萧许一脸的委屈巴巴 你是破于无奈 还是真心如此 我不想强迫凤大小姐的 随后咳嗽了起来 看起来虚弱又憔悴 凤鱼飞耐叫一个气 她狠狠捏紧了拳头 凤鱼飞瞪了自家女儿一眼 问她刚刚在屋里 为什么跟三殿下说那种话 凤鱼飞只能认错 女儿喜欢做好事不留名 被她发现自然要否认 否认的时候不得放几句狠话 凤鱼飞这才满意 她看向萧许 三殿下 你看 萧许垂下头 既然如此 那就听凤姐姐的 听到她这么叫自己 凤鱼飞愣了几秒 她指着萧许 你刚刚叫我什么 凤姐姐 我叫错了吗 凤鱼飞好气 但是破于身后那道阴森森的目光 她只能作罢 宝宝委屈 但宝宝不说 凤鱼飞让女儿送三皇子回去 凤鱼飞只能照做 等自家老爹走远之后 凤鱼飞立马松开手 萧许 你什么意思 萧许面无表情 什么什么意思 刚刚不是凤姐姐求着我留下来的吗 凤鱼飞指着她 萧许 我真没看出来 你竟然是这种人 萧许沉着脸回怨 我区区一个换一鞠躬女生的皇子 就像杂戏班里的畜生 只配被人戏耍 凤小姐不是早就看出来了吗 凤鱼飞一下子被噎住了 内心五味杂沉 萧许不等她开口 就说这里不需要逃 当她离开 一路上凤鱼飞内心都很自责 她垂着脑袋 系统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畜生 系统说我也觉得 凤鱼飞直接送她一个白眼 次日 凤鱼飞让凤燕然给萧许端样 并且不能告诉萧许是她指使的 凤燕然照做了 萧许却死死盯着凤燕然不说话 凤燕然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 三殿下 你这么盯着我看看什么 凤鱼飞则是悄悄趴在窗户外面偷看 她暗自给凤燕然打击 善啊女主角 这么好的机会给你 快拿下这混蛋男主 穿成反派女配的她一心只想走剧情 撮合男女主 于是她教唆自己的女主妹妹去给男主送药 男主却一点也不领情 反而质问她 你们丞相府就这么缺下人 需要你一个二小姐来送药 凤燕然一下子就委屈地泛起泪花 我只是关心你 你凶什么 萧许不为所动 究竟是你关心我 还是受到某人教唆来关心我 而在窗外突然被Q到的凤鱼飞微微一几 凤燕然这次不复所望 姐姐根本不关心你 送药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为什么对你好 你总是往姐姐身上想 凤鱼飞长呼一口气 还好这次她没说出来 萧雪还有点怀疑 真的不是她 凤燕然语气肯定 不是 她内心对这个姐姐的度议又增加了几分 为什么从小到大 不管我做什么 所有人都以为是姐姐做的 甚至连这个小皇子也是如此 凤燕然大声说道 姐姐最讨厌你 也从来没有提到你 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凤鱼飞猛啊 凤燕然 她这不是明摆着告诉萧雪 这件事跟我有关心 可就算是这么说 萧雪也不领情 冷声让凤燕然出去 凤燕然要唇气地直发抖 她把药放下就转身离开 等等 萧雪叫住了她 凤燕然脚步一顿 心想她一个人 尽可欺地换一局 逼你生的皇子 凭什么跟我嚣张 她一定是后悔了 她傲慢转身问萧雪 还有什么事 萧雪盯着她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任何人 为什么一问你就想到了你姐姐 凤燕然神色一变 内心有点慌了 萧雪逐步逼近 问是不是凤鱼飞让她来的 凤燕然慌忙否认说不是 凤二小姐 看她慌张的样子 萧雪愈发确信 她目光阴狠 凤燕然看她的眼神 又想起前些日子 在小巷子里 险些被她掐死的画面 她指着萧雪 是她让我来的又能怎么样 她不愿意来 那说明她就是讨厌你 而萧雪紧紧咬着牙 脸色愈发阴沉 凤燕然哭着跑走了 一旁凤鱼飞简直惊掉下了 此时屋内传来砰的一声 凤鱼飞一看 发现萧雪摔倒在地上 她慌忙上前查看 只见萧雪面色惨白直冒冷汗 她扶起萧雪 谁让你下床勉强自己走路的 说着就要给她找大夫 萧雪咬牙一脸痛 说可能是伤口裂开了 医管太远 等请到血都流光了 昨天大夫留了外伤药 她让凤鱼飞帮自己换一下药 凤鱼飞有点为难 问她要不然换个人来帮她 毕竟换药这种活不应该留给女主吗 她一个恶毒女配怎么能做 萧雪听言就挣扎起身 算了 我自己来吧 看着走路亮亮呛呛的萧雪 凤鱼飞内心挣扎 心想她能自己走路 换个药应该没问题吧 自己不能再心软帮她了 而萧雪眼神一瞥 下一秒又砰的一声咋了下去 凤鱼飞终究是没忍住冲了上去 萧雪 萧雪沉着脸 放开我 你不想管我 我也不想强人所闷 凤鱼飞也有点生气 放开你然后呢 把你扔地上了 萧雪一脸倔强 扔地上还是扔椅子上随便你 凤鱼飞对这个脾气 却得像投驴的少年很是无语 她把萧雪扶到床上 少年还是冷着脸 凤鱼飞无语 问她谁换药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老盯着自己 萧雪却说 我们都互相讨厌 所以你越是不想做的事情 我越是想强迫你做 凤鱼飞想着 既然男主没有偏离轨道 那就帮她一次吧 她撸起袖子 行吧 换就换 她拿起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看我故意下狠手 痛死你 貌似要下狠手 实际上解开萧雪的衣服的时候 动作却很小心翼翼 生怕把她弄痛了一半 如愿以偿的萧雪一声不吭 嘴唇隐隐上扬 你不知道 别人和你换药 当然有区别 身为恶毒女配 男主却让她帮忙换药 这种活不都应该女主来吗 她一个恶毒女配怎么能做 见她为难萧雪起身说自己 又一头摔倒在地上 见此凤鱼飞还是同意了 虽嘴上放着狠话 动作却很小心翼翼 她不知道的是 萧雪早就发现她在窗外偷看 而且伤口是萧雪自己故意扯开的 她在赌最后一次 赌凤鱼飞到底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讨厌自己 当看到凤鱼飞一脸担忧的时候 事实证明 她是关心自己的 看来我以后还是要找对方法 凤姐姐 我好疼啊 她试探心地开口 你是不是真的故意折磨我 凤鱼飞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我当然是故意的 你活该 但是手上的动作却愈发地轻柔 萧雪垂眸问凤鱼飞为什么讨厌她 是因为自己的出身吗 凤鱼飞说是的 她最讨厌卑微弱小的人 不单单是她 所有人亦是如此 当有了权势地位成为最尊贵的人之后 才会被人影视 即使讨厌也不敢说出来 凤鱼飞心想她暗示这么明显 她将来登上皇位 怎么也得感谢下我吧 萧雪却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 最尊贵的身份 相辅大小姐吗 凤鱼飞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闭子 不想跟你说话了 实际上萧雪听懂了 但是她就是忍不住想逗逗她 刚转身的凤鱼飞看到萧雪捂着伤口很痛苦的样子 她立马上前关心 问她是不是伤口包得太紧 萧雪则按住凤鱼飞的手 凤姐姐 我以后可以叫你姐姐吗 凤鱼飞无语 你叫都叫了还问我可不可以 她戳戳萧雪的头 当然不可以 要叫我凤大小姐 萧雪也不在意 她问凤鱼飞过几日就是丞相的生辰 礼物准备好了吗 凤鱼飞一顿 没记错的话 丞相生辰这天有件大事发生在萧雪身上 她问萧雪问这个干什么 萧雪说她很感谢丞相的收留之恩 所以也想买件礼物送给她 凤鱼飞明白了 所以你是来找我借钱 萧雪嘴角抽了抽解是说她只是不认识外面的路 想让凤鱼飞带她上街 凤鱼飞果断拒绝 看她这孱弱的身子 要是磕了碰了不得被丞相老爹骂死 萧雪有点失落 垂着脑袋说 那明日我自己去吧 心里很懊恼 要是自己没有扯乱伤口 那她应该会答应的吧 凤鱼飞也生气 想着她都伤成这样了 不好好休息 还老想着往外跑 可她也不能劝她 否则显得她很关心她似的 她只能没好气地说了句 随便你 第二日的一大早 凤鱼飞就被系统喊起来 系统担心男主出事 让她跟踪男主 丫鬟见到凤鱼飞跟进了鬼市的 小姐 你今日怎么起这么早 凤鱼飞精神伟迷 可能最近你小姐我 流年不利吧 她鬼鬼祟祟的来到萧雪住处 蹲到她出门 就这样 她一路跟着萧雪 见她在一个商铺面前停了很久 系统猜测男主可能是买不起 昨日大概是男主自尊心作祟 才没让凤鱼飞买 她让凤鱼飞把男主看上的玉佩买 凤鱼飞换个位置继续观察 见萧雪空着手出来了 她趁着萧雪不注意 鬼鬼祟祟地往那间店铺走去 她自称是刚刚那小男孩的姐姐 孩子从小脾气却什么都不肯说 问老板刚刚她看中了什么 她买回去给她一个惊喜 老板眼神古怪直了指 她说喜欢这个 凤鱼飞拿起玉佩不由地开始可怜请男主 想着其他皇子穿金带银 而萧雪却连快玉佩都买不起 她大方掏出一定银子买下玉佩 主诉老板 如果男孩回来了也别告诉她谁买 凤鱼飞走后 老板不禁感叹 现在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都玩得这么花的吗 刚刚那位少年也来到店里说 要是一会有个漂亮姐姐来问她喜欢什么 就把这个玉佩给她看 但是不要告诉她自己说的这些 她做好事就跟做贼一样 不能被别人发现 因为她是恶毒女佩 明面上她嘲笑男主出身 毁掉男主最心爱之物拉仇恨 但私底下却密切关注着男主的一举一动 见萧许身为皇子却连一块玉佩都买不起 于是她背着萧许替她买下 实际上萧许都知道 也是她故意引导凤鱼飞来的 这艘操作直接把老板给整猛了 直呼有钱人玩得太花 买下玉佩之后 凤鱼飞超小到在萧许回来之前赶回到她的住所 趁着四下无人溜进她房间 偷偷把玉佩放到她桌上 等萧许回到住所 屋内已经是空无一人 她拿起玉佩 向来阴郁的小脸浮现出一抹柔色 而此时的凤鱼飞大口喘气 还好跑得快 差点被发现 回去还得跟红秀那丫头说一声 不要透露自己的行踪 到了晚餐时间 看着满桌子的菜凤鱼非常的直流口水 等菜上齐之后 凤鱼然率先开口 爹 过几日就是您的生辰 女儿有件礼物要送给您 说吧掏出一个荷包 说自己没钱买那些奇珍异宝 所以只能秀个荷包聊表心 希望爹不要嫌弃 凤鱼飞收下荷包说不嫌弃 夸赞荷包挺好看的 见爹爹满意凤鱼然也高兴 凤儿 凤鱼飞笑眯眯地看向认真干饭的凤鱼飞 她眼睛泛光一脸期待 你又为爹爹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凤鱼飞很是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说 由于今天被萧许耽搁搁了一天 自己的还没来得及准备 她记得丞相老爹生辰是两天后 凤鱼然提前送礼 显得她很不孝顺似的 凤鱼飞正想开口 萧许却抢先一步 凤丞相 我也有礼物送您 凤鱼飞之一下子就被转移了注意力 凤鱼飞很气 臭小子 飞得挑这个时候送吗 而且你礼物还是我买的 这不是显得自己这个当女儿的更不是个东西 萧许拿出礼物 感谢丞相的收留之恩 这艳态是我出门买的 虽然比不上您平日用的 但希望丞相不要嫌弃 凤鱼飞震惊 怎么是艳态 萧许诧异 为什么不能是艳态 丞相老爹大声呵斥 凤鱼飞害怕一说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萧许解释 钱是自己写字贴转的 没偷也没抢 来路清明 听言凤鱼飞之又狠狠瞪了凤鱼飞一言 又帮凤鱼飞解释说自家女儿不是这个意思 凤鱼飞好气 他瞪着萧许 早知道他有钱我还费那功夫干嘛 话说我买的那个玉佩哪去了 他眼睛一扫 发现了萧许腰间的那块正是他早上买的玉佩 顿时他瞪大眼睛满头问号 萧许冲他笑了笑 我知道凤姐姐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还是他陪我逛街挑的礼物呢 至于他的贺礼 还得他再准备两日才能完成 凤鱼飞愣住了 他这是在帮我解围吗 凤鱼飞很开心 还得准备两日 凤鱼飞只能硬着头皮说是的 丞相老爹更期待了 问他是什么好东西 凤鱼飞没想好 只能说过两日自然就知道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得准备两天 他严重怀疑萧许再给他挖坑 而一旁的凤鱼然 看着凤鱼飞和凤鱼飞妇女情深 一片祥和的样子 心里很难受 他想不明白 都是送礼物 自己送的父亲只是笑着点点头 但是对姐姐的礼物却显得那么期待 手不自觉地收紧 明明这里也是他家 可他从头到尾就像是被遗忘的一个局外人 只见少年拿着一块玉佩 看了很久最终空手而归 暗中偷窥的凤鱼飞本以为 男主很穷买不起给丞相老爹的礼物 于是费尽心思地 替他买了那块玉佩放他屋里 可男主送礼物的时候 却拿出一个厌台 自己飞心给他买的玉佩 却别在他的腰间 凤鱼飞想不通玉佩的事情 于是在饭后叫住了萧许 萧许一惑转头问凤大小姐 有什么事吗 凤鱼飞秉承着 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 死死盯着萧许 就这样两人对峙两久 萧许叹口气 如果是因为我刚才叫你凤姐姐 找我算账的话 你放心 我以后都不会叫错了 凤鱼飞猛盯着他的玉佩看 萧许问这玉佩是有什么问题吗 凤鱼飞很想问 但转念一想男主心里小九九太多 多问几句被他发现 玉佩是我买的就不好了 于是他打算不问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这玉佩太劣直了 他板着脸 没错 你以后只能叫我凤大小姐 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 萧许见他走远 露出一抹笑 嘴里低难着 凤鱼飞 其实他昨日也不指望他能接受邀约 毕竟他不可能明面上跟我一同出门 只是想借机告诉他自己的行程 果然今日他就偷偷跟来了 萧许摩索着手里那块玉佩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收到礼物 一定会好好珍藏 之后几天 凤燕然和萧许在学堂一起授课 凤鱼飞没有出面 而是让自家丫鬟红秀打探消息 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声音 萧许皱起眉 红秀不知道自家小姐到底想干嘛 他一脸猛逼地回来汇报凤鱼飞 三皇子和二小姐都在学堂 小姐 您到底要小的观察什么呀 凤鱼飞拉过红秀 问他俩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或者互动 红秀想了想说有 今日二小姐给了三皇子一个香囊 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 红秀一脸惊恐 小姐 那里面不会是要害您的毒药吧 凤鱼飞也是服了这丫头的脑洞 他随便打发走了红秀 仔细一想 凤燕然应该还在生之前消许的气 但是为什么又送香囊呢 顺便调查一下香囊的事情 凤鱼飞有点不想去 系统愤怒 你可是恶毒女配 你见过不刷存在感的恶毒女配吗 凤鱼飞也气 你之前不是让我不要接近萧续 于是他俩又进行了一波友好的交流 系统气得直接不理他了 凤鱼飞这才知道 这几天系统阴阳怪气的 感情是怪他没有随时监控男主情况 于是他等到授课结束 萧续正在后花园看书 个人吐槽下 之前萧续看的是李金孟子 现在这货已经改叹孙子兵法 听到脚步声 他抬头看到来人是凤鱼飞 你是来找我的吗 凤大小姐 凤鱼飞一时间大脑短路 不知道要说是还是不是 说是吧 这不符合讨厌他的人生 说不是吧 这消息又应该怎么打探呢 这时他注意到萧续腰间上的香囊 瞬间就有思路了 凤鱼飞说自己只是路过 他指着香囊问他哪来的 或玉佩就算了 但是这香囊做工精致 不像是你能买得起的 怕不会是从小穷惯了 看到好东西就往身上揣吧 萧续面色一沉 玉佩是房里捡的 香囊是二小姐送的 凤小姐厌恶我 也不允许别人对我好吗 凤鱼飞被盯得有点心虚 他直接一把抢过萧续的香囊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他举起香囊 萧续刚好过不到 这香囊我先拿走 等我问过燕然确定你没有撒谎 我再还给你 萧续面色难看 还我 凤鱼飞态度嚣张 就不 除非你每天吃三晚饭 天不亮就起来练功 等你长得比我高 武功也比我高的时候 才有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就这样达到目的之后 凤鱼飞把玩的香囊走了 恶毒女配派丫鬟 实施监控男女主发展进度 得知女主妹妹送男主一个香囊 凤鱼飞觉得很不对劲 女主不是还在生男主的气吗 于是男主的香囊 还没误热就被他抢走了 凤鱼飞看到香囊后 察觉到了不对劲 如果都是出自凤燕然之手 可手上这个做工 跟爹爹的那个完全不相同 这香囊大概率有问题 为了确认他又给相府管家看了眼 管家说这香囊上的绸缎和丝线 都不是成相府的东西 凤鱼飞皱眉 他一个养在深龟里的树出二小姐 哪来外面的东西 于是他又去找了绸缎庄里的绣娘 绣娘看见香囊一脸惊恐 让凤鱼飞赶紧收起来 凤鱼飞不解 绣娘解释这香囊看似金贵 但重点是上面用的金丝 他十年前有幸给西域王秀过话 见过这种金丝 而这种金丝只流通于王族特洞 不可能流入到市面上 凤鱼飞念色一沉 所以这是从皇宫流出来的贡品 最后他又去了医馆 让大夫看下香囊里的香料 大夫说这些东西看似无毒 但是放在一起就是慢性毒药 长期闻可以致死 系统直接炸毛 简直就是畜生 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到底是谁见不得他好 凤鱼飞冷笑 皇帝向来看重丞相府 萧许住进来 想杀他的人自然就多了 时间来到丞相寿宴当天 皇帝皇后连飞一起来到 向府为丞相贺手 在场兵客们议论纷纷 直呼丞相深受皇帝重视 因丞相在他当太子半毒时 有救命之恩 就算有人诬陷丞相 也被皇帝斩杀 甚至有人大胆猜测 虽未来皇帝不确定 但未来皇后一定是凤大小姐 凤鱼飞专注吃对此毫不在意 凤鱼飞听了却脸色愈发阴沉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听闻凤二小姐情奇书话样样精通 不知本宫今日是否有幸听上一曲 说话的是四皇子生母连飞 凤燕然在得到凤尤之的授意之后 也很乐意地答应 当场给大家演奏了一段 声音婉转 延绵悠长 而萧许坐在对面 她抬眼看到斜对面的人 被盯得凤鱼飞浑然不知静静心上 萧许定定看着摸了摸腰间的玉佩 一曲过后 连飞出来搞事情了 鱼飞 燕然的礼物可谓精彩绝伦 你爹爹平日最宠领了 你又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凤尤之了解自家女儿没什么猜疑 听了连飞的话也是面色一沉 凤燕然也是一脸的受伤 凤鱼飞知道连飞是因为自己救下萧许才故意刁难她 她一点也不慌 正好臣女还没把礼物送给父亲 既然连飞想看 那臣女就拿出来给大伙看看 皇帝也开起了玩笑 要是礼物不够费心 就算你爹爹饶你真也不饶你 皇后立马打圆场 皇上 今月可是丞相的寿宴 他说好才算好 您说了可不算 凤鱼飞真想当场给皇后来个三连 这才是高情商发言 看似跟皇帝对着干 但是皇帝也不会生气 丞相听了也窝心 凤鱼飞说她的礼物不在这 说着就带大家来到一处室内 只见四周漆黑看不清东西 大伙正纳闷 连后传来笛声 皇帝感觉很兴起 鱼飞竟然把月师藏在这里 凤游之则一脸冷汗 不知道自家女儿在搞什么 随着笛声的响起 周围隐隐冒出萤火虫 大伙都不敢相信 竟然是凤大小姐吹的底 萧许也是看得呆愣在原地 眼神中带着惊艳和一丝痴迷 就像看到小孩子 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 一不开眼睛一般 传闻凤家大小姐武功高强 文采音律一窍不通 她一顺不顺地看着 心跳加速 不 她比谁都厉害 现在穿越女演奏笛子 萤火虫环绕在她四周 这一幕直接惊呆众人和男主角萧许 演奏到一半 系统将萤火虫汇集成一个兽字 众人大为震撼 这笛声竟然还能操控流营 取臂 皇帝很满意 识成橡胶的好 并表示要好好奖赏凤鱼飞 一旁的凤燕燃脸色却很难看 她一直活在凤鱼飞的阴影下 想着好不容易能赢一次 没想到还是被她狠狠压了一头 系统这时提醒凤鱼飞 这下大家注意力都在意着 是时候行动了 凤鱼飞收到提醒之后 转身若无其事地问丞相 爹爹 我送你的礼物可还喜欢 丞相很满意 正想夸她 凤鱼飞直接从她面前倒了下去 看着倒地的女儿 凤儿 丞相惊呼 众人议论纷纷搞不清楚状况 人群中的消息却是一脸焦急 皇帝让太医去看看什么情况 太医给凤鱼飞打完卖之后 很是震惊 凤大小姐这个是威症 丞相勃然大怒 一派胡言 我女儿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威症 太医解释说凤大小姐是中了距离 丞相听言面色一沉 皇帝皱眉 问太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医被吓得抹了把汗 这时注意到凤鱼飞腰间的香囊 他问丞相这香囊是从哪 丞相眼神一震 这香囊有问题 人群中的消息听言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太医辨认过之后确定 这香囊含有距离 如果持续闻超过一天 就会中毒昏迷不醒 众人错愕不已 皇上在这 竟然还有人下毒 萧续咬牙皱着眉 想起凤鱼飞抢他荷包的画面 内心懊悔 如果不是我 他就不会中毒 不知过了多久 凤鱼飞悠悠转醒 丞相老爹一脸担忧 皇帝很是严肃 问凤鱼飞香囊是从哪来的 香囊 凤鱼飞震惊惊地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萧续 众人寻着视线也看向萧续 皇上沉申问萧续这件事 是不是跟他有关 萧续刚想开口 凤鱼飞抢先一步 说是自己觉得香囊好看 才跟萧续借来玩两天 本想玩玩再还回去 绝对不是偷的 萧续抬眼对上 凤鱼飞的眼睛没有说话 丞相瞪着自家女儿 让凤鱼飞给萧续道歉 凤鱼飞傲娇转头不肯道歉 要不是我拿了香囊 现在中毒的可能就是三皇子 也算阴差阳错就他一命 按理说应该他谢谢我吧 皇帝看了眼萧续 鱼飞说得对 如果这次事情跟萧续无关 的确是萧续欠他一条命 凤鱼飞顺势让皇帝找出凶手 皇帝同意了 凤鱼飞看出皇帝虽然是在帮他说谎 但听这语气明显还是不信任萧续 凤鱼飞拿出香囊 这丝线和布料在民间并不多见 用得起这样的香囊必然身居高位 可这样的人里 又有谁会想害三皇子呢 这时有人认出了上面的丝线 是从西域进贡的金线 凤鱼飞故作震惊 供体 这不是宫里才有的吗 皇帝一脸严肃 转头问皇后是否还记得金线 都赐给了哪些人 皇后看了眼莲飞 臣妾 莲飞在一旁已经吓得浑身颤抖 小女该死 只见凤燕燃突然冒出跪下 小女不是故意要害三殿下的 萧许宙眉看了眼地上的凤燕燃 心想虽然她很惹人烦 但她应该没那个胆子谋害皇子 果然凤燕燃全盘托出 当时莲飞娘娘也没说这香囊有 小女以为莲飞想送东西给三殿下 所以才答应戴维转交 皇帝大怒 莲飞 当真是你 莲飞大惊失色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识口否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她指着凤燕燃 是这个小贱人诬陷臣妾的 臣妾怎么可能做出毒害皇子的事情呢 小说里本该呼声爱慕的男女主 如今却没有任何进展 甚至女主谋害男主被皇帝指导 凤燕燃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说是莲飞让她帮忙转交给三殿下的 莲飞大呼冤枉说自己不可能做出谋害皇子的事 是凤燕燃这个小贱人诬陷的她 凤燕燃说她可以对天发誓 所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陷害任何人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 皇帝立声让莲飞住口 莲飞被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声 皇帝拿过凤鱼飞手里的香囊 她问凤燕燃 是莲飞将香囊交给你的 并告诉你无毒 凤燕燃说是的 凤鱼飞静静静看着 她总感觉皇上不太相信凤燕燃的话 皇帝又问凤燕燃 当日除了莲飞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凤燕燃想了想说还有一位公公 前日莲飞娘娘找到小女 说三殿下独自在外怕她孤单 所以特地拿来香囊 要是想加了三殿下还能拿出香囊看看 娘娘身边那位公公还说莲飞是个善心人 皇帝命人去查莲飞出宫记录 再把他身边那位小得子带过来 等小得子到场之后 直接认罪 说这都是莲飞指使的 莲飞看了颜小得子脸色煞白陷入绝望 皇帝听言大怒直接把莲飞打入了冷宫 并处死小太监 就这样莲飞被吓人强行抬走 事情落幕之后 凤燕燕燃看了眼凤燕燃 燕燃 你跟我来 凤燕燃神色略显慌张 由于此次计划过于成功 凤于飞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莲飞为什么要故意留下惊献这么明显的证据 而且还亲自出面去找凤燕燃 一下子就被这个胆子很小的女主给指认了 莲飞久居深宫 如果这点城府都没有 又怎么能爬上这高位的呢 凤于飞突然想到了什么 起身就往书房跑去 而另外一边 凤油之正在斥责凤燕燃 混账 你到现在还不知回答是不是 凤燕燃故作镇定 女儿不明白爹的意思 凤油之冷笑 没明白 那就回房去面壁思过 好好的想一想 直到你想明白再出来 凤燕燃咬紧嘴唇一脸倔强 等她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凤燕燃有点焦虑 她不知道父亲说的那番话是故意炸的 还是说她真的知道了些什么 按道理说 这件事没人会知道真相 甚至连当事人莲飞都未必清楚 那日 一位打扮酷似莲飞的人蒙着面纱 和一位公公找到凤燕燃 公公让她把香囊找机会给萧许 莲飞就会让她在丞相设宴 当天让她出尽风头 凤燕燃接到香囊之后就已经猜到 这香囊大概率是害萧许的 而且眼前这人也不一定就是莲飞本 可这又关我什么事 我只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她自己假装不知道内情就好 而且父亲也没证据 只要死不承认就没事 与此同时向府花园里 凤鱼飞正大步赶往书房 萧许看着凤鱼飞消失的方向 今日发生的一切 已经脱离了她的掌控 凤燕燃送她香囊的时候 她知道有人害她 本不想拿香囊 但看到凤鱼飞的丫鬟在附近之后 她想 凤鱼飞还是关心她的 她不甘于这种偷偷默默地关心 想要明目张胆地拥有这份温暖 于是她接下香囊 盼着凤鱼飞什么时候能出现在她面前 虽然她最终盼到了凤鱼飞 但是没想到她会用自己身体 故意曝光此事 心里不由地开始关心凤鱼飞 莲飞虽不受宠 但毕竟是四皇子生命 父皇会不会因此迁怒她 男主不喜欢女主 反而老店记着 成日羞辱自己的恶毒女配 就在刚刚 消息听到四皇子 因为自己的母妃被打入冷宫 咒骂凤鱼飞 下人附和说 四殿下不必动怒 娘娘吉人自有天相 而且您刚刚不是也替娘娘报仇了吗 只见四皇子笑得一脸阴森 我也只是事实 没想到她这么在乎消息 听到被我丢到相府密林 就头也不回地冲了进去 现在的她估计被老虎咬的骨头都不剩了吗 消息听言瞳孔一缩 然后向着密林方向跑去 路上看见一个侍卫 她让侍卫赶紧去报告丞相 大小姐进后山了 让丞相赶紧派人来救 是 三殿下 侍卫笑得一脸阴森 而另外一边的凤于飞 已经跑到书房找到丞相老爹 她问凤游之 爹 你当真相信是连飞要害我吗 凤游之面色冷静 不然 你想让谁被打入冷宫 见丞相这反应 凤于飞猜到自家老爹已经知道是谁了 凤游之放下书 连你都能猜到的事情 你觉得皇上会想不到吗 她告诫凤于飞 虽然你长大了有自己主意了 但帝后情深 万万不可把主意打到宫里去明白吗 凤于飞怎会不明白帝后情深 皇后这一招一时二秒 既可以顺了连飞的一毒死萧雪 也可以事后将连飞铲除 一下子铲除两位皇子 为以后的太子登基铺路 真不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 回去路上 凤于飞只感觉后宫人心显乐 还是把萧雪留在相府里比较好 系统也认同 上次宿主救了萧雪剧情 已经产生蝴蝶效应 现在抛弃她可能会害死她 凤于飞这才想起萧雪去哪了 系统问她还记不记得 丞相生日这天会发生什么 随后一人一系统二脸震惊 半炷香之前 侍卫拿着银子报告 四皇子事情已经办妥了 她假装帮萧雪去帮救兵 萧雪现在已经完全相信 凤大小姐在后山自己跑去了 凤于飞匆匆往后山跑 书中萧雪被骗到后山 会意外发现一等武功秘籍 这也是为了她以后 深厚的内力打下基础 可后山危险重重 使她险些丢了半条命 现在剧情频频变化 真怕她出个什么意外死在后山 这时她听到不远处 咱来老虎的低吼声 只见不远处萧雪正在被一只老虎追赶 凤于飞问系统 小说里好像没这段剧情啊 系统说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凤于飞问系统 现在这情况要不要帮她 可是要帮的话 我一出去就被她认出来了 她问系统能不能给自己换个样子 系统很为难 因为自己干预越大剧情就越容易崩 正犹豫之际 只见老虎已经一口咬上了萧雪的肩膀 凤于飞着急大喊 系统 系统也不管了 可以 你去吧 系统一番操作 凤于飞捡起地上的木棍 看到衣服什么的已经被换掉了 视觉上感觉也变矮了 但现在没时间关心这些 救人要紧 此时萧雪摸到一块石头 又朝着老虎脑袋砸去 老虎被砸得吃痛地捂着头 萧雪捂着肩膀走向悬崖处 她现在还不能倒下 要是跳下悬崖还有一线生机 但她要是还在密林里怎么办 我要是倒下了 她甚至都不知道我来找过她 她得多绝望 一想到这萧雪觉得不能跳 我还要去救她 就在她意识逐渐模糊之际 面前走来一个人影 萧雪一头栽倒在那人怀疑 凤于飞 是你吗 萧雪 萧雪眼睛一跳 抬头却看见了凤嫣然的脸 凤于飞终于被男主扑倒 不过是顶着别人的脸被扑 凤于飞救下男主 听到萧雪在喊女主的名字 才意识到自己变身成了女主 这时老虎醒来又朝着他们扑来 凤于飞抄起棍子朝着老虎眼睛扎去 趁着老虎吃痛咆哮的间隙 拉起萧雪就跑 身后老虎缓过神之后愤怒追赶二人 凤于飞按照小说剧情 带着萧雪跳下悬崖 到了悬崖下 凤于飞拍了拍晕倒的萧雪 萧雪缓缓醒来 她打掉凤于飞的手一脸虚弱 问她怎么会在这 凤于飞犹豫了下 想着她现在顶着凤嫣然的脸 趁机可以修复下男女主的关系 虽然凤嫣然这次做得太过 等出去教育下 说不定能扭转她的心情 于是凤于飞说 她因为毒香囊的事情心怀愧疚 看到萧雪进密林才跟了滚 把她就出去就当是补偿了 萧雪很是虚弱 听了凤于飞的话 也保持着怀疑态度 凤于飞看她伤得很严重 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正环顾四周 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小说里的武功秘籍 应该就藏在那里吧 她起身搀扶萧雪 准备带她进山洞 萧雪颤颤微微起身 她一个没站门 朝着凤于飞直直倒去 凤于飞被压在身下 两人四目相对气氛很是尴尬 凤于飞也是第一次见 如此窘迫的萧雪 萧雪 你是脸红了吗 萧雪脸听了更红了 我没有 凤于飞也是活久见了 顿时觉得这次来得不亏 你脸红就脸红呗 还不承认 以前我俩是有点误会 你不要放心上 等出去了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萧雪皱眉直直看着她内心纳闷 眼前女孩的眼睛 怎么这么像那个人 凤于飞满含期待 努力为女主拉好感 希望能让凤嫣然和萧雪 排除误会讲和 萧雪不予理会 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凤于飞好气 你小子是油烟不尽啊 她只好扶着萧雪往山洞走 还在叙叙叨叨给她疯狂洗脑 希望能让男女主成为好朋友 萧雪皱眉停了下来 随后转头来了一句 你没有你姐姐好看 凤于飞一下给整不会了 是 这样啊 内心已经炸毛 那姐姐要不要谢谢你啊 当着女孩子面说 另外一个女孩子好 屈屈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怎么会这么难搞 进山洞之后 凤于飞继续洗脑 我们做好朋友吧 姐姐一点也不喜欢你 你以后不要再靠近她了 萧雪听言面色一沉 滚开 她伸手打掉凤于飞的手 凤于飞气得跳脚 我好心好意救你 你就这么对我 萧雪面色不善地看了她一眼 不是你说要补偿我的吗 此时此刻 凤于飞想弄死她的心都有 想想还是算了 既然她不喜欢温柔 那娇蛮的总行吧 凤于飞插起腰 你这个不是好人心的坏蛋 我是哪里对不起你 你要这么欺负我 萧雪沉默了 她神色莫测地看了她一眼 凤于飞一看 有效果 果然她喜欢这一类的 只见萧雪突然开口 其实你不用赌偿我 当初你不打算给我 是我听到这个是凤于飞的东西 所以抢过来的 凤于飞一愣 原来是这样的吗 但是当初是什么情况 自己也不清楚 她随便敷衍道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别提了 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怕是走不出这林子 我们在这休息一晚再走吧 我出去找点吃的 萧雪垂着脑袋面无表情 好 等凤燕然走后 萧雪皱眉沉思 她刚刚没有反驳我 随之意识逐渐模糊 心里还在纠结着 自己刚刚撒那么明显的谎 她却没有反驳我 星机男主爱上 成日欺负自己的恶毒女 得知自己被女主救下之后 她一脸嫌弃 但她总感觉眼前女子 很像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凤姐姐 但又不是很确定 他们一起被困煽动 等凤于飞回来时 萧雪已经昏迷不醒 她立马上前查看 发现萧雪胸口处的伤口又撕裂了 要是自己再往回来一点 她可能就失血而亡了 可是这里又没有药 情急之下 她撕掉自己身上的衣服 萧雪尖难睁开眼 凤于飞正在骂骂咧咧 小混蛋 伤这么重还不说 是不是不想看见我 等包砸完我就走 满意了吗 萧雪刚想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 只见有条毒蛇正在靠近凤于飞 毒蛇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凤于飞哭去 萧雪猛推开凤于飞 自己手上却被毒蛇咬了一口 萧雪神色一领抓起蛇 直接让她分了家 被推倒的凤于飞 再看到她手上的蛇 才意识到萧雪救了自己 她脸色一沉 萧雪 你手上抓的什么 这时萧雪明显已经意识不清 嘴里一直说着不要走 手上还紧紧拽着毒蛇 凤于飞内心感动又带着一点心疼 她连忙扶住萧雪 我不会走 我会一直陪着你 毒蛇已经死了 你松手好不好 在得到凤于飞的允诺之后 萧雪的手渐渐松开了 凤于飞抓起萧雪的手 替她吸出舌肚 萧雪默默凝视 总感觉眼前这人 很像她 她小声嘀喃着 凤姐姐 凤于飞下意识闻了一下 萧雪瞳孔放大 她硬了 所以她就是凤于飞 凤于飞也马上反应过来 心想完了 刚刚不小心硬了她 不会被她拆穿吧 她头皮发麻 刚想问萧雪 却见萧雪满脸痛苦说了句 疼 凤于飞见她这样 心想她刚刚可能太痛了 所以没听清我说的吧 她拍拍萧雪的脑袋 读写戏完 现在好一些了吗 萧雪滴着脑袋说确实好些了 凤于飞松口气 想着萧雪应该没发现 但是自己要把这个凤姐姐 给圆回来才行 于是凤于飞倾咳一声 萧雪 我确实比你大两个月 所以你是不是发现 我是个好女孩 想着跟我和好 不然怎么会突然叫我姐姐呢 萧雪更加确定了 果然她就是凤于飞 找的借口还是这么烂 从她出现那时起 萧雪就觉得很奇怪 凤嫣然那柔弱的样子 怎么可能打得过老虎 但她身上又毫无伪装痕迹 自己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 后来她发现 这个凤嫣然越来越奇怪 从眼神到说话的语气 到肢体都那么像凤于飞 虽然觉得不可能 但万一呢 万一她真的是凤于飞怎么办 所以在她说凤于飞 讨厌自己的时候 狠狠推了她一步 换作凤嫣然早就生气了 或者哭着说要跟她划清界限 但凤于飞不会 毕竟从小到大 能对自己这么有耐心的 也只有凤于飞了 萧雪 萧雪回过神来 她想着自己不能拆穿她 不然她又会假装一脸 生气地离开自己 萧雪轻笑道 对 我发现你是个好人 对我也很好 所以决定接受你了 凤于飞听了也很开心 那就好 心想这小混蛋之前那么凶 现在又接受那么快 男孩子就是善变 她问萧雪 那你只叫我一个人姐姐吗 萧雪却说不是 因为皇宫里也有姐姐 之前也叫过凤于飞姐姐 凤于飞气地用力一勒 臭小子 现在倒是管我叫全民了 刚自己还说她直男呢 看她都会哄女孩子欢心 这么快跟我撇清关系 她不爽起身 让萧雪不要这么叫自己 因为自己不喜欢 跟别人共享一个称呼 萧雪问她想要自己叫她什么 男主通过多次试探 终于发现眼前之人 是自己喜欢的凤姐姐 而凤于飞得知 萧雪叫好多人姐姐 内心感到一阵莫名的不爽 于是她让萧雪 不要叫她姐姐 她不喜欢跟别人 共享一个称呼 萧雪问她 她希望自己叫她什么 凤于飞刚想开口 系统在她脑海里蹦跋出来 宿主你干什么呢 男女主培养感情的好时候 你哥这倒什么乱了 凤于飞不爽 我这是在为女主宣示主权 你一个系统懂什么感情 正跟系统掰扯致尽 凤姐姐 萧雪喊了她一声 凤于飞一脸不耐烦 问她干什么 只见萧雪可怜兮兮地捂着手 你刚刚摘的果子 可以喂我一个吗 我手好痛 凤于飞转身去拿果子 问萧雪要黄色的 小小年纪就已经显露了渣男本质 以后当皇帝肯定是个大渣男 她生气地把果子扔给萧雪自己去生服 萧雪吃着果子问凤于飞 净蜜蜜出现在这真的是因为关心我吗 凤于飞懒懒回应说是的 萧雪又问 那你知道你姐姐也进这个蜜蜜了吗 凤于飞愣住了 这怎么跟剧情不一样 她问萧雪又是怎么进来的 原文中萧雪是被四皇子武力逼迫她进后山的 如今莲妃被关 四皇子没了吊派的人手 那她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萧雪吃着果子说自己是一个侍卫 告知凤于飞进了密林 怕她出事所以才进来找她 凤于飞内心一动 没想到萧雪竟是为了自己 随之一场情绪转成恼怒 骂萧雪是个笨蛋 就算她出事你一个小屁还怎么救 萧雪解释说自己提前告知侍卫去禀告丞相 当初一想到凤于飞在里面就来不及细行 只想着往里冲 哪怕只是比援军早一点见到她 或者单纯地告诉她不要害怕也好 如今看来 怕是中了四皇子的计 还带着她一起受罪 萧雪有点后悟 她捶着脑袋 凤姐姐 对不起 凤于飞想着不进密林的话 又怎么拿到武功秘籍呢 反正她注定要来这遭罪 于是跟萧雪说没事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这是萧雪拉过凤于飞的时候 如果不怪我的话 那你出去之后 还能坐在我旁边陪我说说话吗 凤于飞又呆愣住了 本想答应的 但总感觉她话里有话 正思考之际 萧雪在草丛处翻找 随后拿出一本书 这是你出去的时候 我偶然发现的绝世武功 凤于飞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她把书递给凤于飞 若是宋姐姐答应我 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好不好 凤于飞借过书翻看了几页 只见上面全是一些少儿不移的画面 凤于飞红着脸和上书 萧雪 你给我看的书 你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吗 萧雪看她暴怒的样子一脸猛 凤于飞看她这反应 这小混蛋真不知道里面是冲攻级吗 于是她跟萧雪说这个是魔宫 练了会走火入魔 以后看这种书必须要经过我的允许 萧雪乖巧答应 虽然神功是假的 但她说了以后 那算是变相答应了我的请求吧 深夜 凤于飞和系统在找真正的武功利己 她问系统知不知道具体在哪 系统说她只知道在煽动 其他的不知道 凤于飞指责系统太没用了 系统愤怒 我都帮你化身成女主了 主系统明天惩罚可能就到了 我还不够有用吗 凤于飞也是没想到会让她受到惩罚 她愧疚不已 系统哭诉 要是剧情崩了 很可能会遭到主系统抹杀 现在这个罪魁祸首还在说我没用 凤于飞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她刚想安慰 却无意中摸到墙上机关 待石门缓缓打开 她看了眼熟睡的消息 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帮男主拿到命 急 只见石墙后面一双双发光的红色眼睛死死盯着他们 凤于飞吓得汗毛直立人都看上 下一秒她疯狂暗动机关 等石门合上之后 凤于飞指着石墙问系统 别跟我说秘籍在这蛇窟里 女配为了给男主找山洞中的武功秘籍 无意触碰到机关 打开一看却是一个蛇窝 凤于飞和系统当场被吓傻 她疯狂按机关 关上石门之后一人一系统都有点后爬 这林子里毒蛇猛兽什么的还能理解 这蛇窟会不会太夸张了 系统让凤于飞出去之后 可以问问丞相后山被封禁的原因 凤于飞摇头拒绝 还是不要去打探别人的隐私了 系统仿佛早已看透 怂包 借口还挺多 于是她让凤于飞随便再找找 没有就算了 凤于飞却不干了 这怎么能算了 找不到秘籍 我要是一辈子被困这里做任务里怎么办 系统无奈叹口气 你要说她胆大吧 她又怂给你看 你要说她怂吧 她又胆大包天 凤于飞在周围仔细翻找 顺便喊来小声嘀咕的系统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凤于飞的地毯室搜索下 成功找到那本秘籍 系统也是没想到真给她找到 凤于飞拿着秘籍摸到肖许身边 她把秘籍塞到肖许怀里 第二日 肖许醒来发现怀里多了本书 翻开一看 这个跟昨日的魔宫不一样 是真正的武功秘籍 她猜到了肯定是凤于飞偷偷塞给她的 她悄悄走到凤于飞面前仔细端下 她很好奇凤于飞到底是怎么变换容貌和声音的 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伸手想去摸凤于飞的脸 她只是想知道原因 防止下一次再认错把她推开 即将碰到之际 凤于飞醒了 她抓着肖许的手问她干什么 凤于飞揉揉眼 这小混蛋不睡觉想做什么 肖许当场被抓包紧张地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她仗红着脸 我觉得你长得真好看 我想摸摸你的脸 可以吗 本有点迷糊的凤于飞听了一下子清醒过来 她竟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夸这小子有前途 还是该哀叹自家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凤于飞轻渴 可我们还小 这样不好吧 肖许半天憋出一句 我也渴 一步 话还未说完 手被牵起 放在了凤于飞的脸上 就摸一下 以后不可以哦 肖许瞪大了眼睛 小心脏猛跳个不停 凤姐姐 以至于摸完了肖许还处于大脑空白的阶段 凤于飞起身说该回去了 肖许还呆愣在原地 刚还以为她的脸便回去了呢 随后他们一起走出山洞 肖许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明明昨天滚下山崖还抱过她呢 现在只是碰了一下就如此狼狈 而且自己还忘了去确认她脸上是否有人皮面具 肖许世界观崩塌了 等回到相府 肖许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凤于飞直接送她一个大脑瓜崩拉她回魂 把肖许送到房门口 凤于飞说她一会找大夫过来给她治伤 让肖许以后来找她玩 肖许笑着答应 回房之后肖许躺倒在床上 脑子一片混沌 一想到笑得一脸灿烂的凤于飞让自己每天找她玩 她脸颊爆红死死捂住自己的脸 另外一边的凤于飞便回了原身之后 抓了当初那名侍卫刘全 刘全又心虚又害怕 嘴上说自己不知情 不承认自己谋害三皇子 凤于飞被凤于飞传唤 在门外正好听到里面的动静 凤于飞面不改色 给我打 本小姐懒得跟你啰嗦 你做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凤于飞看到这内心也有点害怕 她很是忐忑地走了进去 问凤于飞找她有什么事 听着边上刘全的惨叫声 凤于飞浑身僵硬 凤于飞问凤于飞 知不知道这奴才为什么会挨打 凤于飞内心一挤 难道她都知道了 她问凤于飞为什么 凤于飞冷冷开口 因为她受人指使意图谋害皇子 被打的刘全连忙说 她没有 而且小姐又没有证据 就污蔑属下了 凤于飞冷笑 今天我就当着我妹妹的面告诉你 只要是我凤于飞认定的事 就算没有证据 我也能把你打死在这 不知为何 这话虽是对刘全说的 但她总感觉凤于飞是在敲打自己 凤于飞走到凤燕燃身边 燕燃 往后这项府里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加害萧雪 否则我就会弄死她 你明白吗 姐姐嚣张罢呼 我行我素 却受到大家夸赞和宠爱 妹妹知书达理却得不到关注和认可 极度心作祟使妹妹险下害了三皇子 凤于飞为了好好敲打这个妹妹 于是抓了谋害三皇子的侍卫 刘全当着妹妹的面打 她意犹所指地看向凤燕燃 燕燃 往后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加害萧雪 否则我会弄死她 你明白吗 凤燕燃被吓得小脸惨碍 警告完了之后凤于飞满意离开 凤燕燃长呼一口气 凤于飞总算走了 转头却看见萧雪正走来 她语气冷淡 问她凤于飞在哪 凤燕燃一愣 刚刚凤于飞跟她说了 她一容成自己的模样救过萧雪 她一下子委屈了起来 不是说话成我的样子救她的吗 为什么被我救了 她还是满心想着那个女魔头 萧雪见她不说话又问了一遍 我再问你话 凤于飞呢 凤燕燃不打反问 你找她干什么 见凤于飞不在这萧雪转身就走 这跟你没关系 你站住 凤燕燃拽住萧雪 你到底为什么要找凤于飞 昨天救你的人是我 你就不能关心下我吗 萧雪脸色一沉 心想救我的是凤于飞 关她什么事 她甩开凤燕燃冷冷开口 以后再提这件事 我就对你不客气 凤燕燃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 她搞不懂为什么萧雪要这样对她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生来就没有凤于飞的荣华富贵 宠爱加深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这样 处处欺辱她 看扁她 就这样凤燕燃性情没有被扭转反而黑化了 我以后一定要变得很强很强 强到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你们去死 是不是这样你们才愿意看我 而另外一边的凤于飞也在思考 虽然这次解决了凤燕燃和侍卫 但这些都只是帮凶 真正要谋害萧雪的是四皇子和皇后 后者她动不了 前者骂正思考之际 系统让她别敲桌子了 敲得她脑瓜子疼 而且自己等了一天主系统惩罚还没到 凤于飞感觉也纳闷 经过他俩一番仔细探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他假扮凤燕燃撮合男女主 并没有对男女主感情产生任何影响 凤于飞开始怀疑人生 自己煞费苦心撮合他俩居然没有一点进展 这男主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这是他们说的石头心男主出现了 凤姐姐 凤于飞看到他就来气 问萧雪来这干什么 萧雪被吼下的一击灵 凤于飞冷静下来仔细一想 又不能怪萧雪 可当初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会一点进展都没有呢 还跑过来找我 莫非我身份被发现了 于是她试探一波 她问萧雪 我们不是刚分开 你来找我做什么 萧雪顶得大大的问号一连猛 我们今天有见过吗 不是昨天分开的吗 听她这样说 凤于飞放心了 她问萧雪找她什么事 萧雪垂下脑袋很是局促 说实来谢谢凤大小姐相囊的事情 她才没中毒 顺便还有件事想请凤于飞帮忙 凤于飞看她还能主动提出帮忙 还挺罕见的 她让萧雪进屋说 萧雪见她没有拒绝很开心 屋内 萧雪拿出书 说是偶然得到一本武功匿集 听说凤于飞武功高强 所以想让她帮忙指点 凤于飞本想装胸一下拒绝 但习武这是让她去找凤燕燃也不合适吧 没办法 她问萧雪哪里看不懂 萧雪忙打开书 这里 这段说的气形周天 周天指的是什么 凤于飞看她这认真好学的样子 好像真的是为了武学而来的 这时她猛然想起 萧雪进门的时候叫她凤大小姐 她默默捏紧拳头 臭小子 有了别的凤姐姐了就改口叫我凤大小姐了 她身为恶毒女配 主要任务就是欺负男女主 暗中撮合她们在一起 可男主却不按套路出牌天天缠着她一个女配 今日萧雪前来请教凤于飞功法的问题 凤于飞看她一脸认真 看样子真的是为了武学而来 想到刚才她进门喊自己凤大小姐 是哪来的 萧雪说是昨日误入山洞 燕然救了她并找到了这本书送给她 凤于飞假装一脸惊讶 你们两个小孩子去后山那种鬼地方 岂不是遇到很多危险 萧雪说是的 这次多亏了燕然 这一套流程走完之后两人都长呼一口气 这次凤燕然救了她 凤于飞让萧雪往后一定要好好对她呀 听言萧雪乖巧答应 她虽不知道其中原因 但既然是她要求的 那以后在她面前她一定会好好对待凤燕然 至于昨夜的事情 既然凤于飞不承认 那就当做是凤燕然做的 反正她自己心里知道就行 萧雪笑着说自己还有件事需要凤于飞帮忙 而凤于飞因为萧雪答应这么快 内心莫名不爽 而且她堂堂一个恶毒女配 怎么能答应男主这么多请求 她让萧雪说说看 大不答应地看心情 萧雪说起了正事 其实昨天是四皇子和一个侍卫引她近后山的 她不想就这么酸 但自己去约四皇子她肯定不会来 所以想让凤于飞让侍卫把四皇子引出来 凤于飞自己也是这么计划 正犹豫要不要答应她 系统这时跳出来 她没想到这小子整天被打 居然还能有反抗精神 系统很激动 让凤于飞答应她 出什么事了她负责 于是凤于飞问萧雪打算怎么做 如果做得太过火牵连到自己的话 她指定是不干的 萧雪说只是想给她一个教训 于是他们就约定好了 等四皇子出宫再准备动手 既然答应了她 接下来两天她按系统要求 耐心教导萧雪武功 萧雪也学得很认真 偶尔会在凤于飞打瞌睡的时候 偷偷靠近观察她 正当她想摘掉凤于飞头上树叶时 凤于飞悠悠转醒 她一个机灵坐起身 萧雪 别想偷懒 萧雪偷偷藏起树叶 凤大小姐 我知道了 三天后 凤于飞到柴房找到被饿了三天的刘全 让她在四皇子出宫时 以萧雪从后山出来就在酒楼为有 把四皇子引过来 刘全不想答应 但是自己不答应就会马上被这个女魔头弄死 于是她被迫接下 放走刘全后 凤于飞和萧雪在酒楼附近提前蹲点 萧雪拉住凤于飞说等四皇子到的时候 让凤于飞不要出来 她自己一人处理就行 凤于飞知道她的用意 她傲娇转头 随便 这时四皇子出现了 四皇子见到萧雪之后还是一脸傲慢 是你啊 小畜生 她撸起袖子就准备揍萧雪 以她现在的武功应对萧雪自语 却不想被她一个闪身躲开了 萧雪快速蹲下捡起地上的石头 朝着他们头上的蜂窝砸去 四皇子被蜜蜂遮得哇哇乱叫 萧雪却安然无恙 显然是事先涂了什么药 萧雪趁机上前给四皇子来了一整 四皇子满头大包摔倒在第一脸 痛苦地捂着肚子 小畜生 你对我做了什么 萧雪直直盯着她 你害我被老虎咬掉下悬崖 我只是让马峰折了一下你 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四皇子感觉自己脸上的伤缘 不及她肚子上的头 一定是萧雪耍了什么花招 她怒骂萧雪是个阴邪的怪物 本回去一定禀报父皇好好教训 母妃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灾心 所以才会被父皇关在换一局这么多年 萧雪越听脸色越沉 说什么呢 这时凤鱼飞忍不住冒了出来 萧雪眼神微变收敛力气垂下脑袋 她是最不受宠的三皇子 长这么大从未见过民间的唐葫芦 近日男主萧雪终于把欺凌她的四皇子打了一顿 四皇子摔倒在地大声辱骂萧雪是个阴邪的怪物 是个灾心 所以才会被父皇关在换一局多年 萧雪脸色越发阴沉 直到凤鱼飞跳出来为她打抱不平 萧雪才脸的神色 一副自嘲的样子 我是灾心又如何 凤鱼飞拍拍她肩膀让她不要听她瞎说 她把萧雪护在身后 真正的灾心应该是害自己母妃被打入冷宫的人吧 四皇子也是没想到凤鱼飞也在这 她气得咬牙表示自己身上这些都是证据 她一定会禀告父皇好好惩罚她们 凤鱼飞冷笑 被马峰折几下算什么证据 我也可以说是你自己不小心 还要诬赖我和萧雪 你先前还加害萧雪 也不知道是谁会被罚得更重 四皇子眼看说不过她 只能艰难起身放下狠话 本皇子回去以后一定不会放过你 凤鱼飞也不管她 拉着萧雪就走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位手麻折扇的少年看在眼里 看看四弟那狼狈的蠢样子 凌峰 你去帮帮她吧 顺便给这出戏再添拔 而这位正在说话的少年正是当朝太子萧寒 此时四皇子浑然不知有人靠近 凌峰蒙面捂住四皇子口鼻 四皇子一脸惊恐 她猜想这人肯定是凤鱼飞派了 另外一边的凤鱼飞和萧雪在回府的路上 萧雪情绪低落问凤鱼飞 凤姐姐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残忍了 凤鱼飞听言觉得萧雪她还是心肠太软了 得增加她的信心 她说不会 你得抱怨 可以抱得 是她先害你再先 不管你对她做什么都是她活该 我们不去主动害人 但遇到害我们的人就不能轻易放过 这叫因果报应懂了吗 萧雪点点头仿佛也释怀了 见她心情变好 凤鱼飞问她要不要吃糖葫芦 萧雪一脸期待说要 于是凤鱼飞就跑去给她买糖葫芦了 而她身后的少年却露出一副阴森的笑 是啊 就算我刚才用内力打了四皇子一掌 也是她最有应得 有朝一日 我要给那些欺辱过我的人好看 只要她 只要凤鱼飞在我身边就行了 凤鱼飞买好糖葫芦之后递给她 萧雪接过一脸新奇 吃一整串都是给我吗 凤鱼飞语气凶狠 不都给你能怎么办 难道要我一个人吃两串吗 萧雪在宫中长这么大 从未见过糖葫芦 就算吃也轮不到她 见她愣神凤鱼飞大喊一声 快吃 萧雪连忙塞到嘴里 但吃过才知道 真的好难吃 本就讨厌甜食的萧雪 吃了这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但看见凤鱼飞一脸期待的样子 她将硬挤出一母笑 真真好吃 凤鱼飞见她这样一脸心疼 明明只是一串糖葫芦 就让她感动成这样 这孩子之前的日子得多可怜 你喜欢的话 我这串也给你 于是她把自己这串也递给了萧雪 这一下给萧雪彻底干沉默 她苦着脸接下糖葫芦 凤鱼飞还以为她太感动了 她承诺萧雪 以后每次上街 她都给萧雪买 本面色难看的萧雪 听到凤鱼飞还会跟自己上街 又一下子开心起来 到了成相府 萧雪一路上强行吃掉了手里的糖葫芦 她看看仅剩的一颗给自己打气 你可以的萧雪 宫里的剩饭剩菜都吃过 区区糖葫芦算什么 只要是凤鱼飞送的 我都喜欢 晋斧刚好碰到了正匆匆出门的凤鱼飞 凤鱼飞问她发生了什么 凤鱼飞面色凝重 说四皇子落水 情况危急能不能就回来都是个问题 皇上正派人找刺客呢 她只是一个十岁小孩城府 却深得可怕 刚还一副阴狠毒辣的样子 星月之人一出现就转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凤鱼飞带着萧雪把四皇子教训了一顿 一回去却听说四皇子情况危急生命垂危 凤鱼飞大惊 凤鱼之咒没说四皇子满身都是被马峰折过的痕迹 还受了内伤被推入水中 这一定是有人加害于她 还受了内伤 凤鱼飞又是一惊 凤鱼之见她反应这么大 问这件事是不是跟她有关系 凤鱼飞当然不承认 但内心还是很担忧 如果四皇子醒来一定会指认她跟萧雪的 丞相 对不起 这时萧雪站出来准备承认 凤鱼飞连忙拦住她 三殿下生性善良 四皇子遭难她却在外游玩 过于愧疚才道歉的 她转身瞪了眼萧雪说让她不要太自责 她自有办法 于是她跟丞相老爹说她会医术 凤鱼之和萧雪都是一联盟 但是凤鱼之还是带她进攻给四皇子看病 而太医院的医官张愿正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她完全不相信凤鱼飞会医术 而且太医院的人都没办法治 一个十四岁小女娃还能比她们更厉害不成 凤鱼飞说她虽然资历尚起 但是学无止境 可能有些病症张愿正不知道 自己刚好知道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时皇帝也刚好感到 虽然她也不是很相信凤鱼飞能治好 但由于情况危急 皇帝才勉强同意让她试试 于是凤鱼飞在凤鱼之面前轻声交代着什么就进屋了 凤鱼之告诉皇上他女儿先前拜了一位神医 神医说凤鱼飞这病不能有外人看见 否则就会小命不保 皇帝脸色一沉淡还是同意了 进屋之后的凤鱼飞让系统检查下四皇子情况 系统看完之后汉毛直立 四皇子身上有着很严重的内伤 很明显是萧许恋的那本洗髓经打出来的 她没想到一个小孩子的城府这么深 还装出一副内疚纯良的样子骗了宿主 她瑟瑟发抖直呼城市套路深 她想回农村 但系统不想凤鱼飞破坏了男主的腹黑之路 于是没有告诉凤鱼飞事情 只是说大概一个时辰之后就能醒来 凤鱼飞想了想时间应该来得及 这时萧许回来了 凤鱼飞让萧许进去 皇帝很不满为什么萧许能进她一个皇帝不能进 凤鱼飞解释萧许之前也拜入了神医门下 所以可以进去 皇帝看了眼萧许随后让她进去 凤鱼飞忙拉住萧许问她今日出宫的人还有谁 萧许如实相告 凤鱼飞松开手 我知道了 萧许却愣愣地看着自己被牵过的手 随后凤鱼飞大叫一声 四皇子 你醒了 实际上四皇子还在昏迷当中 门外众人皆是一惊 张愿正表示她要进去看看 凤鱼飞极力阻拦 你这是想要害死小女们 张愿正气的脸都红了 可她已经治完了 四殿下已经醒过来了 那也不行 凤鱼飞也生气 没有她的允许 你擅自闯入 老夫 老夫今日就一头撞死 张愿正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堂堂丞相 怎么能说出如此不要脸的话 皇帝也一阵头疼 四殿下你是说你看到了歹人的模样 紧接着 凤鱼飞捏着嗓子模仿四皇子的声音 断断续续说自己没看到 但是看到过一个令牌感觉在里面 萧续打开一条门缝观察外面的情况 发现有人听到消息就走了 于是她跟凤鱼飞说有人去报信了 凤鱼飞自信一笑 上钩了 她拉着萧续就出门 凤鱼飞跟皇帝说四皇子醒了一下又昏迷过去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会醒来 但溺水导致长期缺氧醒来后会出现无言乱语的症状 张燕正还是不相信凤鱼飞 因为众人都没看见四皇子是否真的醒来 她怀疑凤鱼飞医术不精 所以瞎便的一套说法糊弄大家 她半夜勾搭太子殿下直接往她怀里扑 却被自家宰儿子看到直接打翻了醋坛子 就在刚刚 因为凤鱼飞治好了太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为首的太医张燕正质疑凤鱼飞在说谎 凤鱼飞假装一脸伤心 要是四皇子半个时辰没有醒来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行了吧 张燕正简直要被气吐血了 真不愧是妇女啊 你们一头撞死的本事是家传绝学吗 见张燕正那咬牙切齿的表情 凤鱼飞冷着脸 张燕正若是还不相信小米 那是要老夫也再次立下重视吗 张燕正立马说她不是这个意思 看着妇女俩抱着柱子都说要一头撞死在这 皇帝瞪了一眼张燕正责怪她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张燕正欲哭无泪 我去撞死行了吧 而大家在外等待的半个时辰中 凤鱼飞偷偷溜了出去 另外一边收到消息的太子一脸严肃 得知凌峰的令牌被看见了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闯祸 而刚好凌峰不在 于是萧涵只好亲自跑一趟 途中萧涵在御花园看见一道靓丽的身影 萧涵看得有点发愣 正当少女转头 萧涵才发现是凤鱼飞 因为她母后交代过 凤鱼飞是她以后的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要小心对待 她上前问凤鱼飞怎么在这里 凤鱼飞一副又惊又喜的模样 天哪 是太子殿下 折扇下的萧涵满是厌恶 这种刁蛮无脑的蠢货 除了容貌生得好看些 其他的一无是处 况且她还跟萧许那个剑种走那么近 希望她别死得太快 不然自己精心策划这场戏未免也太没意思 只见凤鱼飞上前一把握住萧涵的手 看上去很高兴 我在为四皇子看病 正等她醒来 闲来无事出来逛逛 没想到在这遇到了太子殿下 殿下是要出去吗 萧涵默默推开她的手 说自己也是闲来无事走走 凤鱼飞说想让太子陪她一起逛逛 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萧许看在眼里 萧涵懒地伺候她 笑着说那本宫找一位最得力的小太监陪你 如何 凤鱼飞话深小迷昧 说太监怎么能和这世界上最俊美 最文武双全的太子殿下相比较 不远处的萧许和系统神色各语 萧涵对这个马屁很受用 正好临风还没回来 浪费一点时间也不是不行 于是她答应了下来 凤鱼飞很开心貌似激动过头 一脚踩到了石头上 直直地就往萧涵怀里扑去 凤鱼飞连忙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萧涵眼底闪过一丝的厌恶 这种故意平地摔的戏码 不知道多少女人在她面前上瘾 不就是想找机会与她亲近吗 还以为我不知道 可笑 虽内心厌恶 但表面上她温柔扶起凤鱼飞 笑着说无碍 你没事就好 这么一摔 凤鱼飞又说可能四皇子已经醒了 她还是回去看着 很感谢太子殿下能陪她 她礼貌拜别萧涵并表示很开心 一旁的萧雪却捏紧了拳头 这下把萧涵给整猛了 是女人怎么回事 凤鱼飞偷到玉佩之后很开心地往回走 回去途中手突然被拉住 凤鱼飞回头一看是萧雪 而萧雪则脸色阴沉死死盯着她看 凤鱼飞被盯得有点慌 她问是不是四皇子那边出事了 萧雪冷不丁冒出一句 出了事不正和你心意吗 凤鱼飞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萧雪讽刺道 推我出去顶罪 不 是我自愿为你顶罪 这样你和你关心的人都能安然无恙 不就皆大欢喜吧 凤鱼飞满脑子问号问系统萧雪是怎么了 系统说萧雪生气了 凤鱼飞动猛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惹到她了 而且她也没让萧雪出去顶罪啊 而萧雪见凤鱼飞不说话以为她默认了 她甩开凤鱼飞转身就走 皇上要召见他们 她扑倒太子殿下却被自家宰儿子看到 正当凤鱼飞疑惑自己为什么惹到萧雪生气时 皇上派人召见了他们 一进门就看见醒来的四皇子正哭着告状 说都是凤鱼飞和萧雪害的她 皇上一脸严肃 问四皇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萧雪想也没想的就准备把罪责都揽自己身上 正准备开口 凤鱼飞挡在她身前瞪了她一眼 她扑通一声跪倒在第一脸委屈 哭着说自己辛辛苦苦为四殿下诊治 却还要被皇上怀疑 皇上眯起眼 你的意思是 老四冤枉你 四皇子立马反驳说她没有 凤鱼飞一脸诚恳地看着皇上 皇上 臣女先前禀报过四皇子醒来 可能会有些神志不清说胡话 否则她第一次醒来就说看到了凶手令牌 这次又说是臣女和三殿下害的她呢 如果我是凶手 为什么要上门就她还让她反咬我一口 皇帝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这时萧雪也跪下说凤鱼飞没有害人 四皇子在一旁忍不住暴躁 你们放屁 你们不承认就算了 居然还说我脑子坏掉了 父皇若是不信 可以去查查他们是不是去过巨府九 凤鱼飞故作震惊 四殿下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巨府九 难道你至今还不忘要加害三殿下 你胡说什么 四皇子气得直接掀开被子下床 皇上却听出了凤鱼飞的意思 知道了四皇子先前加害过萧雪 四皇子一下子慌了 警告凤鱼飞不要乱说话 不然不会放过她 凤鱼飞则把先前四皇子把萧雪骗到后山 被凤鱼然搭救的事情告诉了皇上 一旁的凤鱼之一眼就看出了自家女儿在撒谎 凤鱼然和萧雪两个弱鸡 怎么可能安全地从后山走出来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皇上知道她是女儿奴 虽然凤鱼然不是她最爱的那个 但好歹也是她的女儿 所以自己一定要给她的交代才行 她瞪了眼四皇子 表示要是凤鱼飞说的是真的 那一定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四皇子说自己没有做这样的事 肯定是凤鱼飞为了推脱害自己落水的罪责才这么说的 凤鱼飞说她没有 而且当天太子殿下可以为她作证 一旁的萧雪一听到萧涵脸色就缠了下来 没过多久 太子萧涵被传唤了过来 萧涵也是没想到凤鱼飞这么扯 竟然因为一面之缘就想着让她帮忙 简直太天真 她先是关心了一下四皇子 又跟皇上说自己今日出宫 只是给她的母后买了一盒烟纸 皇上问她是否还有同行的其他人 萧涵正准备回答 凤鱼飞立马打断 太子殿下 你一定要为我们作证了 今日我们和你的侍卫明明是在相处相遇 然后一起去买个胭脂 最后再去的巨府酒楼吃的饭 全程都是咱们四个在一起 哪有时间加害四皇子呢 太子震惊 这个蠢货在说什么 竟然想拉我下水替她遮掩 随后凤鱼飞掏出玉佩说是太子送她的幸运 萧雪皱眉 她没想到他俩居然还有幸运 下人也看出了这玉佩对太子来说意义重大 可见他俩关系极好 萧涵瞳孔放大 自己的玉佩怎么会到了他身上 马上他反应了过来 之前凤鱼飞故意扑倒他 肯定是那时被他偷走了玉佩 凤鱼飞这时话里话外说了一下令牌的事情 太子一下子就听出了凤鱼飞这时在威胁他 本以为凤鱼飞就是个蠢货 没想到那个蠢货竟然是自己 于是理了李表情说自己确实是跟凤鱼飞他们在一起 凤鱼飞悄悄拉了拉萧雪 小声说道我们没事了 却见萧雪黑着一张脸不说话 四皇子这时跳出来问萧涵为什么要帮凤鱼飞撒谎 太子出声说道 四弟你糊涂了 不过这样怪不得你 你在水中闷了太久 需要好好休息 他看了眼萧雪 是吧 三弟 英语小奶狗看到自己的情敌之后 第一次产生了危机感 因为对方是高高在上的太子 而他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三皇子 有了太子这个人证之后 所有人都一边倒不相信四皇子说的话 四皇子嚎啕大哭 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明明他也是受害者却还要被父皇责罚 毫无存在感的萧雪这时出声为四皇子求情 今日四弟也险些丢了性命 也算受到了惩罚 希望父皇不要责罚四弟 此话一出 众人都对萧雪产生了一些感官 没想到三皇子这般宅心人后 跟传闻里说的阴沉冷漠截然不同 凤鱼飞同样也是没想到萧雪也有这样宽宏的度量 萧雪看了凤鱼飞一眼 凤姐姐对我很好 只要我没事 想必凤姐姐也会答应的对吧 凤鱼飞连忙点头说是 萧雪一脸得意 死死盯着一脸猛的太子哼了一声 皇帝看了眼似皇子想了想 决定这次还是不追究了 临走前他别有深意地看了眼太子 太子咽了咽口水 总感觉皇帝知道了些什么 等众人散场 凤鱼飞觉得这毕竟是皇后娘娘送给他的生辰 于是就把玉佩还给了萧涵 萧涵看着凤鱼飞离去的背影 眼神逐渐阴暗 凤鱼飞 原来你不是草包 很好 甚好 这样才有意思 回到丞相府之后 凤鱼飞质问他俩到底干了什么 萧雪立马说不关凤姐姐的事 是他打掉马峰折伤了四弟 但落水的事情他们没做 凤鱼飞松了口气 还好这两娃没恶毒到要杀人的地步 凤鱼飞把萧雪推出来 爹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四皇子害得萧雪和我妹妹 待在后山那么危险的地方 难道他不应该受点惩罚吗 凤鱼飞没好气地说道 这种事你应该告诉爹 爹会替你们做主的 今日四皇子要是出事了 你们怎么跟皇上交代 他知道自家女儿从小就跟凤嫣然关系不好 肯定不是为了他 自己养的女儿他能不知道 凤游质问这件事跟太子是否有关 听到太子 萧雪眼神极其忧愿地看了眼凤鱼飞 然后生气一扭头 凤鱼飞满头问号不知道萧雪是怎么了 男主的心思真是看不懂 很快他的思绪被自家老爹拉回 他说这件事跟太子有关 他让萧雪查到今日出宫的人还有太子 他猜测太子利用四皇子落水嫁祸给萧雪 于是偷了玉佩让他作为人证 这样皇上也不会追究 萧雪听到前因后果之后他才明白过来 所以他是为了偷玉佩才假装跟太子好的 跟老爹交代完之后凤鱼飞带着萧雪就要开溜 凤游之这事提醒自家女儿 皇上也不傻 肯定已经看出来了 凤鱼飞回道 可他为了太子决定不深究不是吗 就像先前为了皇后 把莲妃打入冷宫不深究一样 想到这他不由地开始可怜起萧雪 同样是他的儿子 萧雪的死活 皇上从来不关心 他对皇后母子可真是与众不同 而萧雪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凤姐姐不可能跟别人那么亲近 那全是他的演技 凤鱼飞拉着萧雪就往外走 萧雪乖巧答应 凤游只叹口气 启罗 我们的凤儿终究是长大了 他俩走了没多远 凤鱼飞转头问萧雪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 萧雪目光灼灼 问凤鱼飞是为了偷玉佩才跟太子示好 是不是 内心暗自祈祷凤鱼飞一定要说是 凤鱼飞一脸猛反问了一句 不然呢 萧雪眼神一亮 很开心他没有跟太子好 刚刚差点以为自己揽下罪责之后会被他遗忘 跟太子玩在一起 毕竟 他们才是被所有人千娇万宠的金铜玉女 我甚至想 如果我也有太子身份 也有父皇宠爱 那凤鱼飞就能只对我好 可没想到 是我太过肮脏 竟把他也想得那么肮脏 他明明是天上最璀璨的那抹阳光 凤姐姐 萧雪拉住凤鱼飞的手 眼眶泛红泛着泪光 凤鱼飞温柔回应 我在啊 得知自己的心悦之人并没有移情别恋 他哭着跟凤鱼飞道歉 凤姐姐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如果不是我求你帮我 你就不会遭遇今天这些事 而萧雪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却换来凤鱼飞一个脑瓜崩 凤鱼飞说就算萧雪没有求自己帮忙 他也会教训四皇子的 萧雪默默发痛的脑门 你的意思是 就算我没提 你也会替我报仇的 凤鱼飞崩不住 因为男主的逻辑实在太强了 这时他终于想起来 要维持自己恶毒女配的人设 他倾壳道 胡说八道 明明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小心进入 进入什么 萧雪用探究的眼神看着凤鱼飞 凤姐姐 你进了哪里 说漏嘴的凤鱼飞脑子一下子掐壳 果然还是不能随便撒谎 否则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源 这样很容易逻辑穿包 没哪里 他用力甩抬萧雪的手 萧雪一点也不生气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那好吧 我不问了 我知道凤姐姐是不好意思 所以想找个借口 凤鱼飞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一时间竟无法反驳 萧雪继续说着 其实你就是想帮我报仇 被看透心思的凤鱼飞恼羞成怒 萧雪 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 我是为了我妹妹嫣然报仇 萧雪嘴上答应 但她表情明显是不相信 她是为了凤嫣然的 凤鱼飞很不满她的语气 正想教训下她 萧雪打断她 那凤姐姐可以请我吃糖葫芦吗 凤鱼飞顿时火大 我在跟你说报仇的事 我知道了 你不是为了我 那我想吃草莓糖葫芦可以吗 凤鱼飞定定看了萧雪几秒 她傲娇转身 怎么还加需求了 你想得美 回去路上系统问凤鱼飞 好不容易男主不生气了 你怎么还这么对待她 凤鱼飞没好气地说道 不然呢 我去给她买糖葫芦 然后让她更加依赖我 系统后知后觉 对啊 她好像很依赖你 你终于想起来了 凤鱼飞真想当场隐恨西北 一个系统糊涂地要命 一个男主惊得要死 这任务要怎么才能完成 系统满头冷汗 宿主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让男主继续厌恶你了 凤鱼飞送她一个白眼 听我说谢谢你 系统毫无愧疚之心 你别这么跟系统说话 你还要靠系统给你出谋划策呢 系统又说她过几天要去跟主系统汇报工作 顺便取得进一步的任务更新 另外一边的凤鱼飞气氛压抑 太子正跪在地上道歉 母后 儿臣知错了 儿臣不该对四弟做出那种事 还被凤鱼飞摆了一道 儿臣该死 皇后面无表情 看来 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皇后没有责怪太子谋害四皇子的事情 反而教导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能力必须和野心一定要匹配 可今日太子竟然不懂善后 露出马脚被人利用 甚至最后还被皇上发现 太子有点慌 问皇上会不会因此疏远自己 还有今日皇上对萧续好像很慢 而且丞相一家都对他很好 由此他担心丞相会去支持萧续 皇后说现在还不至于 萧续的事情他会处理 目前当务之急的 除了功课之外 贤侠至于要开始为自己的婚事打算打算 太子一愣 儿臣知道了 脑子里又想起凤鱼飞那张脸 所有人都认准了凤鱼飞是未来皇后 母后的意思不就是让我去亲近他吗 幸好他没有传闻中那般蠢笨无能 尚有几分趣味 平日李庄作对他漠不关心 实则一直记挂他 恶毒女配的傲娇属性 被丞相老爹一眼看透 却嘴硬死不承认 外表人美心善的皇后实际心肠歹毒 为了给太子铺路终于要对男主动手 第二日一早 皇后亲自去了趟换衣局 贾借翻修换衣局需要人带路的由头 把萧续的生母彩玉带走了 几个时辰之后 彩玉打着关心萧续的名义 把萧续叫到了换衣局 假意关心了他一波 对此萧续是一点也不相信的 因为从小到大 彩玉是他为不祥对他不打责骂 今日又在这假惺惺装什么好人 如果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 那我先走了 萧续转身就要走 彩玉连忙叫住他 说这些年虽然他们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 但是他也不容易 希望能求得萧续的原谅 随后端出一碗汤说是他亲自熬的 他上前急切地想递给萧续 萧续下意识打掉他的手 碗也跟着掉在了地上 彩玉有点生气了 萧续 你这是在干什么 萧续也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想挣脱彩玉 经受了这么多年的虐打 他早已消磨了对于母亲的期待和敬礼 也许 就连老天也不愿给我们和好的机会 不管你是为什么找我回来 你都可以放心 只要我活着 就不会让你饿死 说完转身就走 彩玉笑得一脸凝沉 萧续 你别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 今日早晨皇后来找他 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青天间说萧续是天降灾星 若他不死 择抵王为以 南赵为以 可这些年皇上安然无恙 而且南赵也越来越畅生了呢 彩玉瞪大了眼睛 可萧续不是灾星的话 皇上又为什么这样对他 皇后傅在彩玉身边小声说了几句 彩玉瞳孔放大 一整个震惊住了 至于说了啥咱也不清楚 另外一边的凤鱼飞正着急地来回夺步 凤鱼之让他别担心 只是母子相见而已 凤鱼飞却放不下心 爹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生母那德行 凤鱼飞反问 那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 凤鱼飞一下子被噎住 丞相早已看透自家女儿的傲娇属性 平日里装作对他漠不关心 实则一直记挂他 你这口是心非的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凤鱼飞强装镇定 我哪有 我跟他事不两立 凤鱼之一脸嫌弃 得了吧 知道的说他是你弟弟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的童养夫呢 凤鱼飞直接吐血 顿时脸颊爆红 正想反驳 这时萧许刚好回来 这简直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萧许歪头 凤丞相 敢问童养夫是何意 凤鱼飞看了眼萧许忍不住吐槽 少年 也无碍 听到萧许放弃 父女俩都松了口气 下一秒萧许笑得一脸单纯 等我出去问问其他人就是 父女俩连忙拦住 凤鱼之无奈给他解释 就像家中有个女儿 又领养了一个男孩 等男孩长大和女儿成亲 就叫做童养夫 萧许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是凤姐姐的童养夫吗 凤鱼飞恼羞成怒 萧许 心想这小混蛋知道意思 怎么还乱说话 他瞪了自家老爹也 让你胡说八道 现在教坏小孩子了吧 感受到凤鱼飞的视线 凤鱼之尴尬解释说 萧许可是皇子 不算童养夫 萧许听言情绪 一下子失落了下来 凤鱼飞心想 这臭小子总算是明白了 下一秒萧许又来了一句 若是不当童养夫 我长大以后可以娶凤姐姐吗 凤鱼飞直接被吓到呆愣在原地 萧许又补了一句 我想娶凤姐姐 可以吗 父女俩当场惊掉上巴 回过神来的凤鱼飞扬起手 就准备揍她 萧许 你给我闭嘴 系统也吓到了 没想到男主 竟然对宿主有非分之下 凤鱼飞却只是把她当的孩子 根本不懂娶妻是什么意思 但这情况明显不容乐观 不能再让男主继续依赖自己了 自己费尽心思养的弟弟 却说想娶她为妻 凤鱼飞被吓到大脑空白 回过神来的她 只当是萧许还小不懂娶妻的含义 同时也引起了凤鱼飞的警惕 要想办法不让这小崽子 继续依赖自己才行 凤鱼飞打着圆场 说萧许现在年纪还小 还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萧许其实知道童养夫的意思 只是看她一脸窘迫的样子 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想逗逗她 不过 娶妻 以后凤姐姐会被其他人娶走吗 她是唯一对自己好的人 日后若是成了别人的妻子 会不会就不理她了呢 光是想一想就让人无法接受 正陷入沉思 凤鱼飞突然注意到萧许留鼻血 萧许一摸鼻子还真是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系统大惊说萧许中毒了 而且她身上是南疆的鼻 系统也查不到解毒方法 可见下毒之人 是想让萧许非死不可不留余地的那种 此时此刻凤鱼飞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不是主角吗 为什么没有主角光环 她轻轻摸了摸萧许脑袋 对不起 是我医术不够高明 我让我爹再给你找别的大夫 看看好不好 凤鱼飞让丞相给萧许找代人 她自己头也不回地进攻了 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萧许生母彩 质问是不是她下的毒 采鱼咬死不承认 凤鱼飞威胁说要把她交给皇上处理 采鱼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凤鱼飞没有证据 而且她养了萧许十年都没下毒 甚至今天亲自熬的鱼汤都被打掉了 就算是告诉了皇上又能拿她如何 凤鱼飞却感觉今日的采鱼说话很有底气 自己身为凤大小姐 就算没证据皇上也要给自己几分面子 所以她背后一定有人给她撑腰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凤鱼飞想直接去找皇后被系统拦住 因为皇上肯定不会为了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而去拿皇后开刀 系统让凤鱼飞先回去 她找主系统看看怎么处理 凤鱼飞刚回府里 就听到大夫已经让丞相准备后事 丞相安慰女儿说此事已经禀报皇上 到时再请太医来看看 让凤鱼飞在最后陪一陪萧许 凤鱼飞一进门就看到萧许那虚弱无比的脸 凤姐姐 你回来了 她看得无比揪心 我回来了 萧许惨白着一张脸 问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凤鱼飞假装生气 让萧许不要胡说 萧许硬挤出一个笑 你是在为我难过吗 凤鱼飞依旧不承认 我难过什么 你又不会死 就算死也跟我没关系 我有什么好难过的 你骗人 萧许拉起她的手 你明明就很担心我 从你第一天认识我就是如此 前几日还去那么危险的后山救我 还帮我教训了四皇子 你怎么能不承认呢 凤鱼飞有点惊讶 竟然都没瞒过她 萧许垂谋说自己其实一直都知道 而进后山和四皇子的事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事 都是她一直在骗凤鱼飞 可以说自己从凤鱼飞身上得来的温暖 都是靠骗来 刚才大夫说毒无药可解后 她就一直在想 自己是不是遭报应了 这么多年想要吃饭看书 从来都必须想尽办法 不择手段才能得到 如今她都快要死了 不想带着遗憾走 萧许说她一直都知道凤鱼飞很善良 而自己骗她是因为 只有自己不知道她多善良 配合她演戏 才能安然地待在凤鱼飞身边 说完这些萧许已经喘得不行了 凤鱼飞说她明白萧许的意思 她扶住萧许 我不骗你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听到这萧许仿佛在做梦一样呆愣了几秒 最终还是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 男主又撞见自己的心上人和太子殿下勾搭在一起 明明刚才凤姐姐还说她一直都很喜欢自己的呢 就在刚刚萧许中毒握病在床 系统赶回来说毒可以解 但是她带回来的这个药只能保证萧许三天无恙 三天之后还是会毒发 而真正的解毒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之前他们去的蛇窟是凤鱼飞的娘亲生前练功留下的 那里的蛇会咬人但不会把人咬死 只要把萧许丢进蛇窟三天毒就能被蛇窟化解 而且这件事不能告诉萧许 要趁着这次机会让萧许彻底厌恶她 凤鱼飞虽内心不忍 但自己想回去就必须做任务 可能注定他们就是无法握手言和当朋友的了 她扶起萧许为萧许吃下药 说这个是解药 吃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了 等萧许睡着之后 凤鱼飞一脸愁容 对不起 萧许 到了晚上 宫中请来的太医坚称三皇子没有中毒 萧许被说话声吵醒 面色已经明显转好 她知道是凤姐姐救了自己 萧许直接坐起身把丞相吓了一跳 她起身就要去找凤鱼飞 路上却看到了凤鱼飞跟太子萧涵在一起 凤鱼飞没想到萧涵会主动找她 萧涵说她上次被凤鱼飞拉下手 自己都没有跟她计较 为什么还要生气 凤鱼飞皮笑肉不笑 太子殿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萧涵早就想到凤鱼飞知道真相 那本宫就换一种说法 就算本宫陷害了你 可本意也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 何况你已经报复回来 我们就不能一笔勾销吗 凤鱼飞表面笑嘻嘻内心妈卖劈 一笔勾销你妹 这时她注意到了萧许在附近 想起系统之前交代的任务 心里打定了主意 心软救不了萧许 她没有选择了 她一改方才不耐烦的态度 答应萧涵此事一笔勾销 说自己拖萧涵下水 只是为了让她不要小瞧自己 萧涵明显愣了下 忽然明白过来 以为凤鱼飞这么做 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 凤鱼飞说是的 她以后是要成为太子妃的人 她要给萧涵留个好印象 不远处的萧许听到这满眼震惊 萧涵没想到凤鱼飞如此有心机 连自己也被瞒到了 她问凤鱼飞 你喜欢我 凤鱼飞瞥了眼萧许的方向 说着违心的话 太子风度翩翩 哪个女子不怀春呢 萧许听到身体微微颤抖 她没想到凤鱼飞竟然说喜欢太子 太子信以为真 说她很喜欢凤鱼飞的直接 可刚刚你说 还有其他摆脱困境的办法是什么 凤鱼飞说有个傻子愿意为我顶罪 她很信任我也很依赖我 只要我一句话 她就能为我去死 而她从皇家狩猎场 射向四皇子的那一件开始 计划就已经启动了 凤鱼飞一定又在撒谎 凤鱼飞继续说 她给太子准备了一份大礼 她说自己给萧许下毒 又给她缓解毒的解药 让太医确认萧许没有中毒 过了几日萧许毒发 就怀疑不到她头上 萧涵也很惊讶 没想到凤鱼飞竟然要萧许死 凤鱼飞说她要萧许死得很痛苦 这样才能解了这段时间陪她玩的苦了 而且萧许太烦人了 萧许彻底相信 泪水打湿眼眶 手中尖刺伤了她的手 她也毫无察觉 到了晚饭时间 凤鱼飞刚想关心萧许 萧许不等她开口 就放下碗筷说吃饱了就跑开了 内心还在欺骗自己 只要离她远一点 不给她任何开口的机会 就不会有任何的辩论 她还是那个关心我喜欢我的凤姐姐